郭寶貴 好 聽民國法再說一個要 好 我們就準時開始了 那 嚴厲來參加今天的哲午的夥伴 大家午 晚安 那今天 其實 現在來講一個議題還蠻貼切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司法國事會議 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那到底 勞動司法這一塊到底要怎麼改 我覺得說 我們就來好好聊這個問題 慈愛的正義不是正義 當勞動意義上寡歸的司法 那 待會兒我再介紹這兩位講師 慈愛的正義是不是正義 這個事情大概很哲學 討論了很久 到底是不是 那 尤其是現在 我們講說台灣的勞動法其實也很多 而勞動訴訟 我們怎麼去看待 那今天 我們邀請到兩位 這兩位都是老朋友 第一位 那是白正憲 白正憲他之前在大同工會擔任理事長 因為熱心工運 所以他就被解雇了 他被解雇打了八年的官司 最後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之下 他終於勝訴定驗 就是 就贏了這樣子 那個偶然 我甚至待會兒他會講 他會講那個偶然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 那 以這個案子來看的話 打了八年的官司 那 贏了 算贏嗎 那 到底 勞動訴訟真的不能夠更快速一點嗎 那 其實過去勞政 參與過很多次的司法改革 包括 以前 因為我們會時常帶一些人去找律師 然後 拜託 這是這麼散的 你要不要幫忙打議憂官司 那 後來我們覺得說應該要制度化 所以就會有一個法律輔助基金會 2004年開始的一個制度 那 那是勞工團體 司法團體 婦女團體 譬如婦女團體處理家暴等等這些 然後共同去推動的一部法 所以他其實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 很好的結果 成果 那 待會兒我們會請白天憲跟大家分享 或者 勞工他在面對這個訴訟的時候 或者 勞工 遇到司法真的像寡婚嗎 真的是 真的是 百五波比 還是 還是說 看看運氣 看看 自己碰到怎麼樣的法官 第二個 當然 第二位講者 林佳和老師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 在勞動法 如果你是研究勞動法 你對勞動法有興趣的話 那 佳和老師一定是大家熟悉的一位老師 那 尤其是過去 過去 他擔任過很多 譬如說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的委員 然後 以及說很多的 有關勞工的一些 委員會 那 勞動法這塊 他當然是熟悉的 那 從 各國的經驗 以及說 我們如何 在這次的施改裡面 能夠去把 讓勞工 比較及時能夠得到正義的做法 擺進去 怎麼做 怎麼樣子 做才是符合台灣的 需求跟現況 那 我覺得這部分 待會我們就請兩位 來跟我們做這樣的分享 那 我們就請邀請了 白天憲 來跟大家分享說 那 他過去碰到的 以及說他的觀察 那 未來 我們要怎麼樣來 讓 實在認好 對勞工更友善一點 那我們就拍拍拍聲 歡迎 白天憲 我坐著談 好不好 因為 我是很早就四十幾歲就退休了 所以跟這個八年關係有點關係 打完八年關係 身體健康也不太行 所以四十幾歲就退休了 那就一直 絕大部分都在從事義工的工作 那 我今天跟大家說這個 因為這個標題是 持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那 其實大家也經常會聽到 持來的正義還是正義 那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有的說不是正義 有的說還是正義 那 我想到最後的時候都來跟大家說明 這兩句話都對 不是正義也對 還是正義也對 那 我最後再怎麼樣 從我個人經驗 跟大家來做說明 那 其實我的訴訟 當然跟我擔任工會幹部有關係 我在之前 我在民國七十八年擔任工會幹部 到今天 大概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 在那之前 我 我有到過法院 但是 沒有到過法庭裡面 就是在裡面辦一些事情 那 大概我進到法院的法庭裡面 是我 開始打那個簽證 雇用關係訴訟的研議才進行 結果八年當中 除了我自己的官司 還有其他工會幹部的官司 我進到法院大概超過一百次 所以 以工會幹部來講 我到法庭的次數應該是 算是高的 那 一直持續後來 一直處理好處爭議 那 到最近也有代理訴訟 應該是律師才可以訴訟代理 那 你會律師要得到法院的席可 那 因為我也因為大同工會 有個 因為雇主 去縮使一些會員退出工會 那這些退出工會的人 是不是 因為他的聲明退出就生效 就這一點也到法院 從地方法院打到高等法院 現在到最高法院 那我在地院跟高等也都代理訴訟 那 所以我對於法院的訴訟 當然這個都屬於民事訴訟的部分 是有一些親身的體驗 所以我今天 因為剛好林家兒老師 他是我們國內非常知名的勞動法學者 那 我跟他奄言也算相當深 我印象很深刻 我打完官訴訟結束 大概 我恢復上班的時候 是民國86年 有一天我在上班的地方 接到一封信 那是林家兒老師從德國寄給我的 我看了都嚇一跳 因為他從雜誌上看到我勝訴 他寫一封信來鼓勵我 所以是認識他很久 他在之前也有一點認識 所以後來他回國 然後又在大學受課 參與社會運動很深 大概是國內中生代 非常前衛的知名的學者 那剛剛我也請教他說 那未來的台灣會有一個 類似日本的勞動審判的一個程序的法 那現在司法院就委託政大的法律系在草野 但他也是其中的一位負責的老師之一 所以今天剛好這個機會 平常我們大家都有一些交流 剛好這個機會來談一些勞工訴訟的一些體驗 因為我們知道為什麼這個體驗這麼重要 像德國的勞動法院 他類似一種參審制 有一個負責主審的法官 那另外他有一個勞方的 比較熟悉勞方業務的 譬如說勞工的代表 那有一個比較熟悉資方的代表 那這樣子大家合起來 有點類似我們現在講的參審制 來審理勞動訴訟愛見 那日本的勞動審判法也類似這樣子 也類似這樣子 有一個勞方的有資方的 來一個職業法官這樣 所以大家就從這一點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的法官職業法官還需要 有一個熟悉勞資關係事務的人 一起參與審判 從這裡就知道說這個勞動訴訟 跟一般的訴訟是有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非常不一樣 甚至德國是專門成立勞動法院 台灣還是 雖然以前就有勞工法庭 但是那個是 只是那個名詞而已 實質上還是跟一般的民事訴訟差不多 那現在司法院經過這麼多年 因為日本勞動審判法 在2006年開始實施到今天 台灣也變成這樣子一個 希望設定一個特別的勞動程序的一個法例 這個都跟勞動的訴訟 跟一般的民事訴訟有非常大的不同 那我今天就講我的經歷來跟大家說 這個為什麼會有不同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一般我們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都會提到一個所謂的效率 就是怎麼樣看這個事情好不好 大概有三個元素 一個就是說品質 那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期間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那第三個就是成本 要花多少成本 因為都大部分都用這三個面向來觀察 那通常是品質是最重要的 是品質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跟期間衝突的話 這兩個就不一定說 雖然品質很重要 但期間就是你什麼時候要完成 這個是不是一定擺在第二 這個就不是那麼一定 有時候你看那個生產的產品 有時候會搶商機 他就急著 雖然品質還沒達到百分之百要求 他搶得出來 但是搶得出來有時候會有危險 像前一陣子三星的手機有沒有 就冒火 那個就是其實以我們做產品設計的人來看 那就是他太快上市了 他有一些信賴性的試驗沒有做好 就搶得上市 至於成本是最後一個考量 當然越低越好 那這個跟我們的 我要講的 我們要提的這個勞動輸送值的關係 一般我們的所謂的施法 也是面臨這三個問題 審判的品質 審判的期間 還有審判所需要發揮的成本 這三個也有關係 那我們就提到品質很重要 沒有錯 但是 遲來的爭議 這個遲來就是期間 你到底多少時間要把這個案件給審立完 這個重不重要 那麼就勞動的訴訟來講 我可以說 這個期間的重要性 不亞於品質 甚至於在很多時候還高於品質 為什麼 因為那一聽到訴訟要那麼久 他就不提起訴訟 他就不提起訴訟 那你怎麼有後來的這個審判呢 大家想到這個問題 我處理勞食生意沒有中斷 大概從77年解嚴之後 我就開始跟這個相關的處理 那麼勞食生意一般 一開始都是個別跟他的主管跟公司去接觸的 他不會一開始就找到公會 或者一開始尋求其他的管道 不會啦 對不對 一開始他就跟主管說 哪裡不合理啊 哪裡不對啊 哪裡違法啊 然後主管 主管通常當然有的會回應 有的是大部分都不好的回應 他大概也就等人耐下來 一般都會到比較大的事件 比如說 比如說要把他非華解僱了 比如說要把他做調職 調到很 對他很不利的 比如說太嚴 還是工作性質差太多等等 很重大對他潛意的改變 那跟主管反應沒有效 他才會來找公會 或者他沒有公會的透過其他的管道 所以你就看這樣就排除多少案件了 那個要很勇敢 你想想看他這一項 比如說像公會申訴 那公會一出面 那主管說 你這個實在是有夠害的 就跟你說好 你還去找別人 對不對 這個我以我的經驗 大概就排除十分之九了 就輕微的 或者一些他認為可以忍受 盡量忍受 就排除掉了 十件大概一件才找到公會 那找到公會那個 差不多都 我們公會都使馬當活馬醫 為什麼 因為資方的處理 都是在法律的邊緣 比如說你給他調動 從這裡調動桃園 會不會過癢 要不要給他必要的協助 薪水有沒有給他降 這個都在法律的邊緣 你要處理都很難處理 那你給他解僱 有沒有合法 有沒有違反勞動基準法 所以 你這樣的一個公會要處理這種 幾乎是很複雜又困難的案件 也是當然程序上也是先跟公司談 然後跟公司講的沒有用才會 這一般我們叫做內部的處理 內部的處理沒有用 才會到外部 比如說去調解 要求勞動檢查 這樣還沒有用的話 後面是不是有牽涉到現在的 現在的不當勞動行為 有沒有牽涉是不是送裁結 然後才會走到訴訟 最後是訴訟 你看這個中間過得就刷掉多少人 你跟他講要調解 他就說那他調解 到行政機關 當然我們跟他解釋的 這個不用花錢 速度也很快 他就比較 其實我們發覺調解大部分 差不多十個有九個都會接受 但是 勞動檢查 他的部分都是他已經跟公司關係很劫力 他才會同意 因為一檢查公司馬上就知道這個人 那當然除非他已經 戶源關係消滅了 不然的話他還是非常猶疑 那再來裁解 那裁解當然通常是比較重大的案件 他也會接受 所以到公會來處理的 那麼也會經過公會說 內部處理申訴的 或者公會內部的協調沒有用 到進到外部到調解到勞動檢查或者裁解 這個比例就比較高 因為來找你的都是疑然雜症的 他也想不到方法的 所以公會跟他講要做這個他也接受了 但問題這個接受之後呢 他是不是會到訴訟 以我們的經驗 那個比例更小 我處理兩個工廠的前兩年 處理兩個工廠 他裁員 裁員 裁員30個人 這個工廠裁員30個人 另外一個工廠裁員30個人 因為就是上面的命令 交給他人數他就必須去達成 那這個裁員就我們公會的初步的觀察是違法 然後呢他們來找我 我們就跟他解釋 這個你有 當然我們不能跟他講說 你打官司一定贏啊 對不對 這打官司誰沒有 判決沒下來 誰不敢保證一定贏的 但是我們會跟他解釋說 這個勝訴的可能性 是蠻高的 那我們公會提供你什麼協助 甚至於比如說 這個請求法律的輔助 或者法律沒辦法輔助 因為法律有條件嘛 你的經濟條件 有一定條件的法律也不輔助 你就必須自己請律師 那公會是不是也給你提供這樣的協助等等 我們都跟他分析好了 30個人只有一個人 你看這個比例有多少 30個那幾個 剛好每一個工廠剛好一個 因為這個調節都沒有用 這個調節都沒有用 只是形式上 這到橋裁員會 各自有一個 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覺得很興奮 他沒辦法申請法律輔助 我們說 律師會工會替你出 裁判會也替你出 裁判會贏了你再反回來 輸了就算了 我們這樣鼓勵他 那個都好幾萬 切內雇用關係的 裁判費用比較高 但是因為有工會 工會就要鼓勵他 我們就跟他講 那樣的鼓勵 比如說他要有一個更好玩的 他有一萬塊的官司 公司給他扣一萬塊不還他 以前已經告訴過一次 有一個人類似同樣的案件 我們叫做 就是公司給他扣養老金 後來就說 這個已經 就說這是捲薪 所以扣了就不還他就對了 有一個人已經敗訴確定了 那個人堅持說 不對啦 扣我的錢可以不還我 他堅持還要告 那我們工會是 好啊好啊 你想想看 這個 告一個一萬塊的 請個律師至少要五萬塊 四五萬塊以上 對不對 後來我們說 這樣請律師不合 就拜託律師寫狀子 或者我們工會 聽你來寫 然後就這樣 這樣子協助他 一審輸了二審 二審竟然贏了 你說這個 也是蠻幸運的 哦 很開心 你知道嗎 我們工會也很高興 所以 我跟大家說明的就是說 你 雖然你即使到工會這邊 有人願意協助你 但是 經過調解 現在沒有協調 經過調解或者裁解 然後 或者勞動檢查 行政部門也會罰他錢 但是行政部門只能罰他錢 沒有辦法命令他要給付嘛 那是 行政的 權限的部分 那你要 一定要他 給付的一個 一個產生的法律效率 一定要到民事法院 那會走到民事法院 其實比例真的很少 那我 所以我在跟大家想說 為什麼會這麼少 其實就是時間 我跟他講 他說 他說 打一审要多少 多久 因為你要跟人家分析 這個勝數量 蠻高的 打一审要多久 我跟他講說 快一點 大概三四個月 慢一點的 我要七八個月 你問我多久 我怎麼跟你說 我說平均起來大概六個月 因為我們的經驗 過去 過去各位上法院 然後你就覺得 實在是他 實在是他了情形 過去是怎樣 過去比如說 我們上法院 然後你就把狀子拿出去 然後那個法官 就把狀子拿給對照 然後開庭就結束了 沒有幾分鐘 然後下一次 兩三個禮拜開庭以後 對照又把狀子拿給法官 法官又把狀子拿給你 對不對 然後你回去再研究你 下一次開庭又拿過去 然後他再拿給他 他再拿過來 就這樣子 雖然開庭是比較頻繁 兩三個禮拜開一次 他大概都三個禮拜 那我發覺最近去開庭 發覺有點進步了 法院就說怎樣 四個禮拜開庭 開庭前 兩個禮拜你就要把狀子交給對照 直接寄給他 比如說我跟他打官司 我跟林老師 我就把我的狀子直接寄給他 那他呢 就也可以直接把狀子寄給我 然後下次開庭的時候 可能我們雙方都已經看過那個樹狀 這樣是不是速度稍微快一點 不像以前都經過法官這樣傳來傳去的 但是我發覺也快不了多少 快不了多少 因為這個就是 雖然在目的上他希望快一點 但是為什麼快不了多少 這個 因為我們 這個 對這種社會科學來看民視訴訟 覺得 一般來講 我們從事 產品設計 有一個最大的原則 叫做化環為簡 把環雜的事情弄成很簡單 所以各位 你們要看一個產品 好不好看 跟各位講的最簡單的 簡潔明朗 看下去很簡單 但是讓你會很亮眼 你就會很耐看 我就叫做最簡單的 但當然不要講內部的功能 什麼什麼 什麼設計 但是我發覺這個社會科學這一點很奇怪 尤其民視訴訟 化簡違反 你知道嗎 就是你到法院 他就講了一大堆 你講一堆 對方也講一堆 如果對方請到一個律師好一點 就講了一堆 然後法院就讓你一直講 他講你會答辯 對不對 那你答辯完 放他講 然後兩兆就這樣講來講去 講到有話說到沒有話 那你看你看 開庭要開幾次 起碼都七八次 那法院不敢不讓你講 對不對 就把很簡單的事情 因為講得很複雜 那所以為什麼 可以從這裏再看出來說 為什麼在 國外的法院 為什麼要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勞資關係很熟悉的人 因為我們現在 比如說我很熟悉勞資關係 我看到他講這個沒有用 就最早不要講 對不對 專對重要的來處理就好 來講那個有的沒有的幹什麼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特殊的 勞動訴訟的關係 我跟他講說 一審要大概平均起來要半年 快一點四個月 不慢一點八個月 他一聽就手腳就軟了 還要再來二審 大家你沒有上過法院 你想說二審是 接續的四十審 四十審就是說 四十在接著審 因為你不服嘛 有一個輸的不服就上訴 你就 我們想說 改講也說差不多 再上去也多講一點點 對不對 對判決不服的地方再講一講 但是不是喔 二審通常比一審還久 如果一審八個月 一審八個月二審要逃到一年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從頭再來一次 你覺得這實在是 各位想要看 這實在是 這個法庭有這個事情發生 一審都審完的東西喔 然後二審當然會對判決不服 再講一些東西 那不是就針對他不服的地方去審就好 不是啦 二審的時間比一審還久 就從頭再來 然後再加上判決不服的 你想八個月再加四個月就一年了 二審就一年了 所以我跟他講 一審大概快的話半年 二審大概快的話十個月 我說你確認股養關係還要三審 三審要多久 三審就像石沉大海 都不知道 因為他法庭審 你也不曉得哪一庭在處理啊 你怎麼催他 你頂多再寫個狀子 我真的過了好久好久了 你怎麼那麼還沒有審完 三審要多久 我看大概一年就跑不掉了 所以一個很順利的你說三審終結 大概啦 大概兩年六個月左右跑不掉了 我剛才講六個月一年一年嘛 那比較慢的就超過三年了 有的最高法院一下子就 欸 都不知道怎麼 一年多再給你 再給你回覆 就譬如說判決確定 或者發為更審 這樣又 又一年多又過去了 所以 我是一個確認股養關係嘛 那時候沒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所以直接到民事法院 我一審勝訴 二審也勝訴 最高法院發為更審 發為更審四次 細概 各位照我剛剛那個比例 你就曉得說 為什麼要八年 對不對 一上去又一年 然後 發回來 重新審 根審照說 我們也想說 阿高等法院又生氣了 你這根審不是還要更快嗎 啊 一樣啦 又從頭開始 所以你就真的 你以我們在這種社會經驗 一般的經驗來 來判斷說 哪有這個事情 不是啦 這實在說 我現在搞不清楚是怎麼做法院要這樣子 已經審過 更審再一次 也有那多時間 也是還有一年 對不對 那個建宗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跌這麼高 你說他怎麼在看 後來我請問律師說 這是怎麼 建宗看到就知道 又在那邊問 問的也是都 從頭開始問 他說 說 法國伯那個時間 可以給你看建宗 他就問得那麼快 他就 他就 讓你們兩方再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 他就沒什麼問 沒有什麼問 他就看你們兩方打來打去 然後最後差不多了 兩個 有話講到沒話了 他就幾乎判斷了 所以你就等到這個法院實在是 所以 我還有一次在高院的根審 還有碰到一次再辯論 再辯論四次 大家想說什麼都再辯論 就辯論完了 不是我們最後 因為高等法院是三個法官 那你在 一開始調查是一個壽命法官 絕大部分 你都調查完了 就辯論庭三個法官審理 審理就辯論終結 辯論庭大概都開一次 大部分 開一次 辯論終結 幾月幾號宣判 我們就想 好啊幾月幾號宣判 我們就遭到法院 你知道嗎 結果我遭到法院 庭上跟你說 法官不是怕你在那裡宣判 我也沒有人教我問問 他去遭到他們問 啊 再辯論 什麼都再辯論 就辯論完了 再辯論 我問那個律師說 什麼都再辯論 他就沒時間 現在判結書 就跟你說再辯論 然後又拖了 差不多一塊錢 再跟你說一個辯論 起日 那你又去了 就辯論完了 才有什麼人去辯論 就行事 行事如意嘛 就好 好看的 又去 還要跟你說 當時判決 我們還要去 我們還要去 我們想說 哇 這個 還要 半載辯分四次 你看你八重點 這一次 一個月就四個月了 最後一次 我們去問的時候 結果 那個法官 哪出品 那個法官剛好有的開場 照說 他這個高院 要宣判 要三個法官都出來 但是他一個法官在那邊 他看到我們來 他也稍微熟悉 說 這個來聽宣判 對 對 結果 他眉頭皺皺的 那個書記官 那邊說 什麼 還跟法官說 再編論 那個法官聽一下 說 四次 四次 結果跟我們說什麼 你知道嗎 對你們有利 你如果不上法院 你什麼都有利不利 你每天搞清楚 但是我們以前 你選擇一路正面 有利就是我們 有利 有利 就回家了 所以就發回根審四次 你說根審的理由 是什麼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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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一個高級主管 高級主管 就是我的主管 的主管 就是 我 差不多 上三級的主管 作證 說 我到公會去辦理會務 沒有請假 他說 這個有主管證明 你沒有請假 你為什麼 沒有詳細調查 他不停 就是說 這個高級主管的話 不可採信 他說就遵守了 因為其他的證據 包括我的薪水 也沒有被扣薪 我也沒有被 閉礦紙 我也沒有請假 因為那個請假 我到場外有請假 離開公司 在公司內部 因為早期沒有那個 那個 手機 那個年代沒有手機 也還沒有BB code BB code大家知道嗎 這個呼叫器 但電話打牠 你就BBB 然後也顯示一個電話號碼 你再打電話回去 手機 又更天力帶 又連BB code也是沒有 所以我們在場內 證例 比如我在工作oter 裡面 我要離開 我要到工廠裡面去 我要到採購、到驗收 到其他的單位去 我就在那個白板上面寫說 我到哪裡 交代我的行蹤 這個算不算請假 那我到公會我就寫個公會 他們也都有看 為了座位沒有人他要找你 他就看一下白板 我們在場內的請假是用這樣的方式 但因為主管作證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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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請假 我薪水袋有沒有扣薪 每個人的薪水都領得好多好多 所以光是這個高級主管一個作證 說給你發為四次 都給你同樣的理由 同樣的理由 他的作證就說你不請假 所以經常不請假就給你解僱就對了 怎麼也不詳異調查 同樣一個理由說給你發為四次 你說這個法院實在是 你為什麼有些人會棄在他 就是這樣 要是以我的心情 第一次發為 我還覺得可以接受 為什麼不是說他發為有理由 而是說 因為我同時處理三個案子 因為我有三批的公會幹部被解僱 另外有一個案子 也是發為一次 所以我想說他發為一次 我發為一次也正常而已 所以我心情還比較平靜 發為第二次 我就差不多說 這是在創什麼花季 第三次第四次 後來那裡官司那裡勝訴 我們那個高級主管退休了 打包的背名他已經退休了吧 那法院在調查新聞 因為最高法院一直要他調查 他問他 你一直作證說 他到公會去沒有請假 怎麼一回事 他給你回答怎麼 忘記了 忘記了 你以前那個 你看看 我建築我冰的看 你的筆錄 我們做的筆錄 你都說他沒有請假 以前有這樣 啊他忘記了啦 不記得了 他都給你 他退休了 他都說不記得了 所以要發言說 他就不記得 不足才性 他就說他不記得 然後再發言說 不再調查什麼 所以要再判決決定 所以你要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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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們其他的 其他的官司 我剛才說的時間 不是只有我個案 我另外一個也是 我們另外一個案子 也是兩年多 他一次就判決決定 另外一個發回回來的 大概是三次 因為期間 跟大家 我跟你講的差不多這樣 所以 你如果說 今天 我們一個 勞工 他經過一個行政部門的程序 不行以後 你到民事法院 你跟他講這個程序 你跟他講這個要多久多久 他聽到牆壁就靈掉了 差不多有幾個會告 要賺錢 我告訴大家要錢 你如果投十萬塊他就刷魚了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 有一萬塊的 都堅持要去訴訟我 齁 不知道要打破話 他會反應 打破話 還有一個說 還有一個 另外一間也是一樣 另外一間 退休的 已經退休了 退休均的差額 也差不多幾萬塊而已 他說 我不要告 我聽到說 這樣啦 沒有你看是 要怎麼給你鼓勵 你才要鼓勵 他說 不行 看我看 看我看 意思是說 他要給他 沒說服 看有什麼鼓勵 公衛給他獎益金 還沒訴訟就給他獎益金 說 好啦 沒錢我該給你了 你來參加訴訟 委託公衛就委託律師來處理 因為我們就要鼓勵這種人 因為阿伯他也接受 阿伯那個官司打輸 當然打輸我們也認了 因為這 打麻煎哪有我們娘 但是我們就鼓勵這個 我們這樣鼓勵他 才有人願意 阿大部分人一停到這個時間 阿伯都叫起來 所以 以我們的經驗 你說 說大概十萬塊以下都不會 除了一個例外 剛剛我講到他一萬塊 哇 那裡實在氣變比較好 阿但當然公衛在後面支撐 支援他也有關係 阿伯你叫他一個 一個人 講話也不是表達得很清楚 然後狀子他自己也不太會寫 你叫他去發言 是要去看官司 公衛的提供資源 只有一萬塊 十萬塊以下只有一個 差不多大概都要二十幾萬 就是退休金的差額 大概至少差不多二十萬以上 他才願意打官司 那如果 確認雇佣關係的 也不會每個都打 就認了啦 為什麼 因為公司 因為像我們這個大公司 他會給他支援費 所以他也拿到支援費 就說好啊 差不多啊好啊 接受了 所以 我 教偶的觀察裡面 或者我們跟他談話的經驗裡面 實際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他如果給我問 當時可以確定 我就告訴你 我告訴你大業的時間而已 對吧 那如果發揮根審 那都不知道 他還給我問 發揮根審 可以跟你根審幾次 我說這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辦法跟你說 我說我根審四次了 一聽到四次了 在那邊混在桃子裡 這就不用處理了 所以 這個 這個 勞動的官司 有一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期間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們現在看日本的 勞動審判法 他就過去三個期日要解決 這三個期日 剛才講 我們調節的經驗差不多了 你再想到 調節 雙方這樣說說 一般你也說 我參加調節 也幾十間這樣 大概 一次 調節一次 內容 案情差不多就都知道了 結果有一些 比如說職業災害的 或者說要特別進去場內調查的 或者要特別要資汪提供資料的 會開第二次 第二次也差不多改完了 調節 我們說的 不管成不成 因為有一個調節方案 大部分都資汪不接受 一個不簽名 一個不簽名 一個調節不成立 但是頂多兩次 我在尊重 讀第三個小孩 有了 罷工 有的沒有的 比較複雜的 才會調節三次 一個大部分的一次 大部分的案件 頂多兩次 就處理完 所以日本勞動神話 指定期日三次 開發牌庭 就要結束 這就是 跟我的實務經驗 都要混合 你三次 你能拖多久 大概三四個月就講 沒有拖多久 沒有拖多久 對不對 這樣的一個改善 因為你時間的改善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當然還有裁判會的問題 那裁判會就是第二個考慮 還有律師的問題 你的經濟條件比較壞 不知道法律無助 不然你也是 要自己來出錢 而且裁判會 數位 人不用存 裁判會數位 人要出來 律師會是你自己要請的 法律也沒有規定 以後是不是這樣規定 也不曉得 或者你這樣規定 對方是不是要替你出律師會 這都是問題 但是現在就是你請律師 對方也不用 對方也不用 就是判書的 他要負擔 負擔你的律師會 這個部分 所以整個程序 你這樣看起來 為什麼說我的感想是說 台灣的勞動訴訟 其實案件很單純 你我的經驗 跟日本又不一樣 日本的資汪 相對台灣是很熟法 所以他們潛力事項的爭議很少 台灣的訴訟 內容來就我的看法 包括普通人的行為都一樣 內容 以我們有實務經驗來看 內容都很單純 大概 朝兩個發向去調查去處理 很快就大概可以做成決定 所以 依台灣的案情簡單 結果也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所以有的老師 他跟兩人說 其他國家的訴訟也要這麼久 其他國家的訴訟 案情都比較灰色 比較複雜 台灣其實真的很單純 你如果不是 你上司法院的網站 你每一個勞工案件打開來看 其實都蠻單純的 沒有什麼太複雜的 但是他的時間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碰到資本 請的律師是比較好的律師 哇厲害喔 我們公司請的律師是老律師 他去法院 我告訴大家 那法官是差一點八卦 他說八卦給他整理了 因為這個公司請的律師 是他的老師的老師 他的祖書爺爺爺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對他不是很客氣嗎 當然他不一定討論 但是他要說都給他 他要討論 他要討論別 他也討論別 看他多討論別 他也討論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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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律師 其實要討論別 很重要 律師最重要 有經驗跟沒經驗跟沒經驗 有經驗差很多 當然一點好的律師 但是你碰到一個法官 他們的程序就是必須要這樣 你現在不敢說 還是說 或是說他要調查證人 你不要把行政 稍等到上一級審 就判決不被理由 或是說你的重要的證據沒有審酌 一聲也要用法委 所以他們一般法院 你想要調查 都給你調查 即使你有因為我們的實務經驗 你叫高級主管來作證 他有可能作證說這個很好很乖 我們公司的解故事是不對的 你想也知道他一定說你的拍位 他也是叫他來 叫他來也作為證據 所以你說這個 實在是 這個明顯的證據 都在資方那邊 證人也一樣 我本來也要叫證人 我叫我的同事說你來做證據 我都沒有這個事情 不要啦 拜託 你叫我去 我以後 這公司要怎麼生存 你找不到 幾乎找不到 我跟他說別的案子 絕對找不到 但是幾乎找不到 很難 你也失誤 所以我們傳信證人 都紙方在傳信 我一級審 二級審 三級審 資方都會叫叫 你秘密的職務業 然後就用機器調 所以 我跟大家說明 你看證人的方面 資方的證人是很聰裕的 資方叫他去 他不敢不去 對吧 我們老方叫他去 他說他不會去 我說 法院給你傳人 人不去嗎 你如果法院真的去 我也跟你說我忘記了 我不記得 我不會記 我不知道 不清楚 他說 對方的律師 都給你 竹風的律師 都給你教好 他也不可能 知道我們去傳什麼 人都跟他說好 你去就說不清楚 不記得 法官是要怎麼樣 對不對 這個事情怎樣怎樣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還是怎樣 有沒有啊 不記得啊 不知道啊 你不要說你有沒有看到啊 你說這個要怎麼作證 你叫去也不會叫 對不對 所以證人也不利 你所有的證據 也都在一起 譬如說你的考試 他淘汰我的考試 我八十八分給我 改了五十七分 結果淘汰那個紀錄 又被我們拿到 我們一個同事 他的淘汰 要書面做個紀錄 為什麼要做紀錄 因為我那個職業主管 他耳朵中聽了 他怕他聽不懂 你知道 他寫他做好看 說這個八十八到五十七 等一下老妹 那個要來調查 你怎麼說怎麼說 結果他寫他 那時候 他有做論例子 就是委員的論例 聽起來這樣 也沒有時間 我們路裡聽起來 他在背面下 下下的 等一等 等你本收檔 我那個同事看 就偷偷拿來給我 你知道 法官一看 你就跟他 偷偷五十七分 還在說 他的考試辦 我們主管有這個權利 主管有這個權利 八十八就改五十七 所以 你看這個神利 政績也在那邊 那考基也通通在那邊 對吧 你說他要說你表現不好 比較簡單 別說你表現好像已經很困難了 別說你表現不好 不太簡單 所以 在這樣一個己證責任 不平等 又 又完全偏在某一方的角色下 你去民視訴訟 他把你當作兩方平等 他說你不好 你要證明你很好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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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說 要特別的勞動審判的程序 就是這個地方 或者要特別的勞動法庭 就是在這樣子 那在我剛剛講 就是期間 當然像我們是 沒有在觀期間的 就是說 他不要說打八年 你說打十年我也跟你打 這個例外 這個例外 因為你當作公衛幹部 但是我跟各位講 很多都撐不下去 很不錯 跟我同樣實習 後來也有個案子 他在問我 問他說 你在廟裡有一個很大汽車場 的公衛幹部 他就打電話問我 我也不用揮花幾個 跟你的情形差不多 打光是怎樣 我跟他講 好 他說好 我要走下去 結果各位打電話 他說 李孫六 不好意思 我 因為他們的主管都去找我的親家 找我的家 家長 找我的太太 幫我 說一筆錢 我就解決了 我實在是 抖不到這個壓力 所以我跟各位說 不好意思 有一些意見給他參考 所以他就 告訴我 沒關係 我也了解你的情形 所以一般的 蠻多都是在這種情形下 半途而回 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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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要知道 為什麼調節 調節我們成功去60% 10%去調節委員會 都會成功 因為我們違法明信 資方就跟你說 你要賺一萬塊 八千給你 六千給你 一般勞房都會同意 不然接下來 你說你打電視怎麼會有 所以在調節 就刷掉很多 但是你調節刷掉的 那剩下的那四成 會去打官司 那幾個 我自己 我的經驗值 大概一兩成 也不會四成人通通去打官司 因為我剛才說的 那是審判期間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勞動訴訟的悲哀 但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跟大家做一個結論 所以你問我說 啊出來的正義 不是正義 我的感想是這樣子 因為你說不是正義嗎 如果是你贏的話 事務方面是不是正義 你就應該贏 碰你事務當然是不是正義 假設他過了一段時間 判你贏 知道 你如果問我的心情 我實在是都沒有什麼感覺 事務方面都沒有什麼感覺 就說 因為就我的經驗來看 這本來就應該贏 對吧 只有一個高級儲管 對我不利 除了我所有的 我能舉證的 都對我有利 在這個情況下 那還要打這麼久 我當然感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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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判決確定 實在是對我的心情 沒有什麼太大的起伏 啊 你說 不是正義 那也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至少他判決確定 有執行力 對吧 我們其他那兩個案件 有很多處理 你知道嗎 法院判決確定 除風的又說 薪水要不害他 好 那薪水不害他 我們要去 我們大公司嘛 有在銀行帳號七倍 你知道嗎 我哪在炒那七倍的帳號 然後換言說 申請強制執行 說 這個換言 這個七八的帳號 裡面都有錢 因為我們大公司 平常 廠商來往 那個幾個帳 平常裡面的都好幾億啊 他要流動 每一天都要準備現金 要付廠商貨款 或者是有一些交易 所以那個帳戶裡面都平常 一個 每個帳戶都好幾億啊 所以我們公司七倍的帳戶 都提供我法院 說你能請入行 法院說 啊 你競一個啦 拿著的 我是要怎麼 我法院就 找一個帳戶給他 扣下來就好了 結果我們競一個 我們競一個號碼最少 比如說 我們在銀行 存款帳號 我幾號幾號 我們競一個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一百號 左右的啦 就是那些銀行開 我們就是 頭一百的客戶 就對了 我們想說 這個最高的貨頭 一定裡面最多錢 好 就跟他說 啊我們這個 結果那些銀行 把他扣押起來 對 法院就 發出銀行跟銀行說 這個判決確定 幾百萬喔 這個錢 扣下來 公司不能領 什麼意思 意思說 每個錢就是要有問題 就對了 那個銀行 涼工 銀行卡住的公司 他說 拜託 我只處理你一條 幾百萬的錢 還要翻譯來回回 我可以 麻煩你 直接留意我 他說 如果沒有 我們醫療來往 實在是 真不好就對了 為什麼這個銀行來往很重要 因為公司要跟他貸款 對吧 如果要把你貸你 你也麻煩了 所以銀行就下通帝了 說 你不要讓我們 這樣 跟法院處理 你快給人 所以 那個錢才給他 錢給他 以後 那個銀行再把法院報告 報告說 有啦有啦 錢已經沒有 害人了 還沒辦法 所以 你說 你說 遲來的正義 拖太久 其實你心情已經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 我們說 不是正義 你說還是正義 可以強制執行 以民事來說 還是強制執行 也是有一個效力 所以 我的感覺 他說 他應該是一個 褪色的正義 我不會去說 他 是不是正義 我說褪色 為什麼褪色 你給他寫一天 寫一旁 時間太久 你看我 因為他會褪色 對不對 你就要 撞到最頭前 對不對 撞到最頭前 你看看 好像是 這個像正 這個像義 時間越久 你看了越不清楚 如果時間是很快 那兩人這麼清 正義 正義 對吧 所以 我的感覺就是 太久 是一個褪色的正義 褪色到你就看不到 對你 你心情這麼平淡的人 你想說 我們這麼平淡 這麼平淡 它就是一個褪色的正義 如果越近 那個正義 那兩個字越清楚 當然這個 這個訴訟 有很多 很多都會 都會對後面的有幫助 常會 那個確認 後來 他們的設計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經常拿這個案 說你看 你看我 要有裁決的制度 才會讓公會幹部 要這樣 給你們換一個 八九年 也有一些案例 可以供他們去檢討 所以這個也不是說 也是有它的幫助 但是這個幫助 實在是要付出一些代價 所以我因為時間關係 我先說 說評到這裡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白雁憲德的分享 他剛剛笑著講 你無法想像八年的官司 其實那個偶然 剛剛主席沒有講到 除了長官退休之外 就是董事長也中風了 李市長也中風了 後來 剛剛都是好兄弟 張兆斃 那 你無法想像說 到底一個勞工 面對這樣的施法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心情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有一本書叫做 答拼為尊嚴 大同工會的奮鬥史 就在講大同工會 資方如何拿籃頭斧頭 把工會砸掉的那個過程 那 搞工會那本書裡面 也有大同的案例 八年 八年 我們最近在討論那個 司法院各級的那個角色 到底一審二審三審 到底第三審最高了 要不要做事實 他是嚴格的法例審 還是他還是要做事實調查 剛剛聽白雁憲德的那個案例 結果你都做跟一審法官在做的事情 所以那個搶了十幾年的那個 所謂的金字塔形的訴訟的分工 到底到底要怎麼做到 待會我會請嘉賀來講 就是說 那要怎麼做呢 那在講以前 我在講說 其實很多的案件 民法七十四條講說 法律行為 趁人 急迫 輕率 無經驗 我舉個例子 我處理的 這個已經違反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 比如說 你叫那個一個 剛剛畢業的 學生簽 切結書 你要做兩天 你要做兩天 你要賠我五十萬 做什麼 基本公司的工作 結果 基本公司的工作 你做了以後 結果 你簽了那個 所謂的本票五十萬 結果他一搞 結果法院還判 判我的個案敗訴 要賠五萬 那類似這樣的情形 你是無法理解說 到底 柳剛 有沒有那個勇氣 或者要如何去處理 如何讓勞動訴訟 更追求司法正義 勞工比較有可能 那就請嘉賀 嘉賀來跟大家 分析說 那到底要怎麼做 才有希望 才會是對勞工 對弱勢者 比較友善的司法的體系 那就請嘉賀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謝謝友聯 剛剛有聽 我老朋友 他日前談了很多 其實感觸蠻多 我跟白大哥是1990年認識 1990年 已經26年了 我們認識的時候 白大哥正好還陷入這個官司之中 1999年那個時候 如果就白大哥講的司法問題來講 其實我們認識 我們認識26年來沒有太大改變 沒有太大改變 某程度 當然 身為一個法律人 身為法律人 在台灣不是一個太正面的名詞 聽到很多 感覺感觸蠻多的 然後想起歐洲有兩句諺語 一句諺語說 在法院前 臨大海上 我們的命運都在上帝的手中 這一句歐洲諺語 你到法院面前 跟你在海上一樣 你的命運都是不可知的 都在上帝手中 這是一句諺語 另外一句諺語 請在座的女性朋友不要生氣 這是歐洲的諺語 他說 違法願與女性難以預料 法律是沒有辦法預料的 就是說 其實我們法律人來講 有價值 叫做法的安定性 如果你的法律操作 最重要的操作者一定是法院 讓你對於你的社會行為 無法產生預料可能 其實這是一個蠻令人遺憾的 我接下來 這個投影片很短 是我在時代力量去年年底辦的公聽會 這個歐洲諺公聽會只有10分鐘發言 所以我的資料是在準備10分鐘發言 也許我不像在公聽會時間壓力那麼大 不過我想我也不要長太多 我盡量不要超過20分鐘 跟大家談談 事實上白蘭威剛提了很多了 那就用我一些 就讓我用一些比較制度性的語言 描述一下問題可能是什麼 那第一個問題 白蘭威剛講的很多了 那麼 那麼 台灣的勞動訴訟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曠日費時 沒辦法獲得及時救急 時間很重要 但是時間對勞工特別重要 我們今天如果買賣一個房屋有糾紛 買賣一輛汽車有糾紛 你可能弄了很多年 但是對你的基本生活沒有太大影響 可是當你今天被解雇 打那個關係要好幾年 各位那個意義還完全不同 所以此時間非比時間 在別的財產權訴訟 有時候訴訟幾天場可以容忍 在勞動訴訟截然不同 這點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去比財產權訴訟要花多久 我們台灣在世界民主國家裡面不算久了 我們不算特別久 許多國家 例如美國訴訟遠比台灣來得更久 拖得更久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勞動訴訟的特殊性 如果用我們台灣的數據來看 台灣平均核檢社會財地駁回 要到快三個月 而別忘了這是最簡單的 判決剛剛白大哥提的 是比我們的數據來的短 基本上判決平均要154天 154天是第一審 只有第一審而已 154天 通常訴訟226天 簡易跟小額不說了 很簡單 小額金額很低 所以也要兩個月 通常訴訟要到226天 226天一個月30天的話 將近八個月 各位這還是第一審而已 而且還是平均 平均表示你打什麼關係 白大哥剛剛提的一點非常重要 台灣絕大部分 如果以我們一年 兩萬多件的勞資爭議來說 兩萬多件裡面 有將近六成都是老闆欠薪 欠薪很簡單吧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 欠薪是把平均數拉低的類型 如果你不是欠薪 例如解雇通常要11個月以下 各位看還是第一審 11個月以下 因為我們統計 大概要11個月到15、16個月 這還是第一審 那通常訴訟 我們剛剛想過 將近20%超過一年 超過一年 就算退休金或支檢費 也要203天 如果涉及到職業災害 那問題更嚴重了 大家知道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通常勞工 通常會跑去法院的 職業災害通常是 傷害嚴重到一個程度 而我們台灣的職業災害 勞工保險幾乎又很低 所以要老闆來付 無過失的補償 或有過失的損害免償 做會非常重要 但跟第一審也要287天 等等 你可以發現第一個 白大哥剛剛提到的 訴訟礦日費時 數據上是可以得到支撐 而且別忘了 這還是第一審而已 如果再加上第二審 再加上解剖保護 比較重要會到第三審 如果第三審再搭配 我們台灣法院很喜歡用的 沒有什麼理由 就隨便找個理由發回更審 白大哥用親身經歷 其實聽起來其實蠻令人難過的 不斷發回更審 法官隨便找個理由 說原事實審沒有查清楚 就被丟過去了 丟過去了 那我不要去猜測 再加法院為什麼這麼做 我們不好猜測 因為每個案子差別很多 但越是戲劇性的 爭議大的 社會短目的 當事人 這個 關心的動作比較大的 我們經常發現 這高法院法官經常不願意自己判 隨便找個理由發回去 大家必自為同意 那高層法院呢 也會經常有一種 我不是說所有案件 既然看某一些 我剛講的那種案件裡面 也就趕快看完 反正這高法院還會發回 那就看以後是哪個同僚再收到 所以這種 台灣為什麼那麼多案件 例如一個很戲劇性的一本書 叫做《流浪法庭30年》 幾位台灣銀行的勞工被解僱 遺解有刑事官司 30年沒有辦法定業 這幾個人的 不要說青春的 一輩子幾乎 一大半都犧牲在法庭上 其實礦日費時是很重要的問題 第二問題當然是訴訟費用 構成障礙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談訴訟費用的故事 訴訟費用的故事 可以長編大溫 我們台灣經歷過好幾個不同的時期 我只講現狀就好了 以前更慘 我先講現狀 現狀是我把它修正為10年 再多10年 它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有20歲被解僱 你要去把你打官司 要算你會做到60年 60歲 所以你還要做40年 對不對 要以這40年來算訴訟費用 這就是救治 後來不斷被許多人抗議 限制改為10年 最多10年 那費用也是蠻高的 待會有一個對照給大家看 也是蠻高的 台灣當然這幾年有一些進步了 必須這麼說 最大的進步就是法律輔助 我們有了法律輔助基金會 而法律輔助基金會 接受勞動部的委託 不審查勞工財產狀況的情況之下 讓勞動部免年編列預算 讓法律輔助基金會 聘請律師來幫勞工打官司 各位如果沒有法律輔助過去的情況更慘 現在有情況好多了 但是呢 仍然沒有全面性的解決問題 這個表有點看不太清楚 我就用一個實際的案例 讓我估讀基金 來看訴訟費用的對照 別忘了 德國人的國民所得是台灣兩倍半 你如果考慮貨幣因素 這個比較會更戲劇 你如果 不管貨幣因素 以我舉的那個案子來說 第一省台灣的勞工 要繳十一萬兩千多的收縱費用 德國只要繳六千多塊 六千多塊 各位差幾倍 各位自己算上看 這個十倍是六萬 所以將近二十倍 而德國的國民所得是我們兩倍半 再往下看 如果到了第三省 為了要減輕送元 減輕送累 減少送元 我們會在月下省級 費用越高 如果到了第三省 要漲到十七萬 而德國人正好相反 越高省級 腳越低 只剩兩千多塊 各位你看多少倍 如果他的三十倍是六萬 六萬 快三倍 將近一百五十倍 而德國國民所得是我們的兩倍半 千萬別誤會 千萬別以為德國人打官司都這麼便宜 不 這是勞動訴訟特有的 德國人的一般訴訟 跟我們的計算方式相當 第一省訴訟標定百之一 財產權訴訟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 如果這樣子比對 我們的貨幣價值 德國人的貨幣價值 我們的訴訟費用 德國人的訴訟費用 我們的勞工財產權跟一般財產權 從這三個因素 你就可以發現 我們台灣的勞工打官司 比德國勞工打官司 天差地遠 但那個費用障礙就夠了 就夠了 你已經被解僱了 你可能喪失這個主要的生存基礎 這個生活的來源 你還要繳好幾個月的薪水 先放在法院那邊 法院拖很久 又懸而未決 你要把訴訟費用的障礙 跟我剛剛講的時間障礙加在一起 你就可以發現 台灣的勞工打官司 真的比其他國家要來的艱難得多 數字上很清楚 第三個問題 當然就是專業性的問題 我們法律委 勞工法庭 超過20年的歷史了 但內行人都知道 這個勞工法庭是虛假的 什麼叫虛假的呢 當你講勞工法庭的時候 你們想像的叫做專業法庭 專業法庭有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法官專辦 他只辦勞工判件 其他不辦 那他為什麼會被分到勞工法庭呢 是因為他有勞動法專業 我們現在的司法院在追專業法官 每一個法官可以選自己的專業 那你都要去上課 你需要 有沒有考試我不清楚 那你有一定的認證程序 然後法官人到證書以後 對你的職業生涯毫無影響 那就是我們現在司法院 奇怪的做法 毫無影響 那跟律師不同 律師我們可以有一個招牌說 我是勞動法專業律師 我是醫療法專業律師 那個對於律師的招攬 其實是有幫助的 勞動法庭的第一個意涵是專辦 他只辦勞工 第二個意涵是法官專業 他在勞工法上非常特殊的素養 無論是哪一種標本來衡量 對不對 更重要的是第三個 第三個是勞工法庭辦案件 會跟一般民生案件不一樣 國內有個非常偉盜的人 現在我們看偉盜偉盜下一個神字 他叫黃國昌 昌神 昌神有一個很有名的研究 昌神對我這兩個議題 其實是非常有研究的 昌神有一個研究發現 勞工法庭法官的專業表現 那一般法庭的法官完全沒有差別 完全沒有差別 這是我剛剛說的第三點 勞工法庭很有意義 要有意義 一定要有我剛剛講的那三個 那三個 專辦 法官專業 有特殊的程序規則 這三個台灣都沒有 都沒有就是一件很奇特的現象 台灣真正有做到勞工法庭 三個全做到的沒有 但至少有一個或兩個的有 例如台北平方法院有 新竹立院有 台灣高等法院一切有 現在沒有了 還不是三個都有 其中有一個或兩個的 全台灣幾乎只有 台北平方法院有辦法做得到 但那個平方法院也仍然不完美 有一些金屬高有機會再說了 那後來的原因是在哪裡 後來的原因是在很多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 勞動法從大學法律系 到司法官考試 到司法官養成 到實習健行 到專業法官 通通都有問題 大概資格主義國家裡面 據我收集的 如果法官是用考的 不是像美國是用選舉的 或選任的 而是用考試的 只有中華民國不考勞動法 因為司法官不必懂勞動法 或勞動法不重要 或勞動法很簡單 那不考勞動法 各位都知道 我們台灣是典型的 考試領導教學 考試領導學習 那哪裡會讓他有勞動法術量呢 應該是在司法官養成 我們的司法官學院 以前叫做司法官訓練者 後來訓練所太難聽了 國外只有警犬訓練所 沒有 訓練所就太難聽了 訓練所是研習 是日本的名詞 日本叫做法官什麼什麼 是二次大半戒 二次大半戒 沒有人叫訓練 所以說警犬訓練所 我們這個司法官訓練所 還維持到很久的時間 司法官學院 要在學院上課一年半 一年半裡面 上多少勞動法呢 答案是一天半 一天半 他們只上一天半的勞動法 可想而知 第二當然是事務方式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今天安排哪一個 如果先假設有勞工專程的話 如果有勞工專程 我請問我到底排誰去呢 答案是隨便 我目前的動法是誰想去就去 那你要知道 很多人很喜歡去勞工專程 因為勞工案件相對少 所以會產生很多法院法官內部的衝突 每個法官最在意的事 不時候我慢慢這麼累 你慢慢這麼輕鬆 所以很有趣各位 把某些案件專程的話 最抗證的是我們的法官 法官最在意勞義不均 法官最在意說 為什麼這麼累 那麼輕鬆 結果呢 也就是說今天 是我們對專程最大的困難 各位 我們的司法官僚 我們的司法院高層 據我了解 並不反對專程 可是一般法官反對 因為勞義不均 各位可以想見 不同專程的附帶一定不同 不可能一樣 所以他們卡在這個問題 這問題未來必須面對 然後呢 有些常見的法官倒過來 我剛剛說有些法官很喜歡去 有些法官很不喜歡去 很不喜歡去 就有各式各樣的原因了 不一而止 勞動專程跟非專程表現差異不大 更麻煩的是法律見解不一 很多人說司法項月亮 初一、初五不一樣 這個在我們勞動法特別明顯 因為勞動法是很多法律領域裡面 成文法明確規定最少的 大家都知道刑法叫做罪行法定主義 沒有規定中人處罪行法很簡單 看有沒有法條就好了 沒法條就無罪判決很簡單 勞動法很麻煩 我就講幾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些概念吧 各位 勞動態體 適用期 可不可以扣心 可不可以把勞工寄過 就隨便這幾個好了 各位 這幾個我們台灣耳熟能詳的問題 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規定 一條都沒有 就隨便幾度的混亂 例如勞工試用三個月騎馬 雇主不想再繼續雇用他 要不要扶持權費 各位 台北地位跟基隆地位看法完全相反 在隔壁有完全相反 台北地方法院的勞工法 也不同的法官見解完全相反 所以你的命令取決於電腦分案 你的命令不是取決於穩定的法律見解 取決於電腦分案 各位這點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見解故意會造成什麼結果 會造成我第一審輸 有點像我們活動的標題叫做廣歸輸 那我再打一次就好 我一定會上訴 所以國內第一審敗訴的 會比第二審的比例很高 遠高於憲基國家 為什麼 因為憲基國家法律見解穩定 當我第一審輸了 我第二審當然還是白打 我就不用再打了 當法官跟我說目前見解是這樣 其他國家的人是 那大概沒救了 那就認輸了 台灣人是不會 搞不好我第二審 審判會封到結倆不同的法官 而這種想法在台灣是有道理的 因為法律見解不一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這個時間跟見解是有結構性的關係 你見解越不一 而在勞動法中沒有辦法 勞動法很難見解同意 因為它沒有成文法 世界各國大概都沒有勞動器音樂的規定 大概都沒有 我們台灣算有吧 勞基法有勞動器音樂只有十二條 十二條呢 第九條叫第七條 第十條叫延遲 第十條就解固了 各位 我們的勞動器規定是共用堂就解固了 中間是沒有的 中間是空白的 我們台灣算不錯了 大部分國家這個有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勞動法很麻煩的問題 所以勞動關係的專門特殊性的理解有帶很強 這個是大家跟剛剛也分享的很多 承辦工作經常讓勞動生活現實脫節 我們就常說同理心 有時候那個脫節帶來的難有同理心就很麻煩 例如國內有家航空公司幾十名空警 集體被解固的案子 那麼高院的法官在審判的時候 那個斜著臉 斜著頭 偷著塞 問說工作有那麼重要嗎 再找就好了 工作有那麼重要嗎 你們幹嘛那麼累呢 這種嬉笑物罵其實 某個程度代表著他跟勞動生活脫節 國內有一種官司在許多國家很閃見 就是雇主不讓勞工加班 勞工去法院告老闆 這種案子全世界以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罪做 這個蠻奇怪的 那個歐洲國家沒有聽過這種訴訟 因為不加班是好事 我知道我們台灣問題很嚴重 很多勞工抱怨不加班 對他不利 因為他沒有加班費 所以為什麼去年12月的一粒一休 有那麼多的勞工不滿意 跟加班費減少是有關聯的 而這種官司他有非常特別的考慮 這種官司在台灣勞工從來沒有贏過 從來沒有贏過 因為我們法官說 加班不好 我都很討厭加班 你幹嘛來告加班 直接否認 這個常見 更不要說 許多特殊的勞工法問題 我只舉個例子 裡面有性別人等 就這些提示 雇主打壓工會等不大動作行為 來自於勞工法一邊 或集體勞工法 像罷工 像什麼 國內的集體勞工法 法院的集體勞工法其實非常少 台灣是工業國家裡面 罷工頻率最低的國家 這種對罷工的理解很少 法院自然不瞭解 法院經常會出現一些很奇怪的 而一效大分的用語 例如1998年 最高法院的基隆課運判決 基隆課運是發生在1991年的罷工 法院在80後 最後終始判決 最高法院的基隆課運判決 有一句 令人提效節約的話 他說 罷工固為勞工合法權利 但不得造成雇主損害 所以說 提效節約 他不然當然罷工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的法官勞動法的知識不足 對基隆課運動法認識更少 認識會更少 幾年前我們曾經在翁岳生院長的時候 曾經有規劃專家參審 但不管罷工專家參審 始終沒有上路 這問題也沒有辦法得到一個解決 當事人自治合意解決的爭議又不足 就像其實剛剛白大哥也有提到 我們是採取調解前置主義 你一定要先調解 你要先調解 可是呢 我們調解有很多的問題 看是不是在下一張 對不起 那我應該沒有放在資料裡面 就是說 白大哥剛剛講到一個 蠻精準的數字 我們台灣目前統計勞資正義案件 是已到行政機關申請調解作為基準 目前台灣一年大概兩萬三千件 台灣最高峰就是一年三萬件 大概在行政機關調解成立的 成功的大概六成 白大哥剛剛就六成 有四成不成功 那四成不成功有多少去法院呢 答案是四成功的20%到10% 也就是說 在台灣每十件勞資正義 最後只有一件會去法院 十分之一而已 比例蠻低的 所以它會造成一些和解方面的考慮 就像白大哥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我個人並不是那麼樣的贊成 勞資正義動不動就用調解處理 因為調解就是和解 相互讓夫 所以我們也有句笑話 說雇主違法一定贏 因為他該付百分之百的 他只要賴夫不給到調解解決 他一定賺 因為到不了就給該給的百分之百 搞不好可以五則解決 搞不好可以三則解決 他正在實務上其實非常常見 那當然民事訴訟法對於 勞資生也有一些賬案 例如擺殺法的問題 我們叫做以緣就備 結果在台南一個勞工總公司 在台北的台南分公司開除 他要到台北來到 想想算 想想就乾脆算了 單單拐轄定 單單以緣就備的拐轄定 在台灣就變成一個大張安 然後呢 一年以下的設送 適用檢疫訴訟 然後勞工舉證 剛白大哥舉了很多例子 勞工舉證 所有的證據都在雇主的手中 你們要怎麼舉證 而我們法律上又有主張積極事實的人 應付舉證責任的那個基本原則 當然法官是可以調整 還有保全程序 我們所謂暫時權力保護 在台灣並沒有針對勞工 做一個特殊設計 我們一切就照一般的民事訴訟保全程序來跑 所以士林企業有名的案子 就是公開幹部被考檔開除 開除了以後呢 他要回去 他要申請家屬份 定繼續雇用 暫時狀態 他沒有繼續雇用 他是定繼續暫時狀態 讓他回去執行持公福利委員的任務 那法院很難得准的 就必須花講法院 法院很難得准 他准了 就規定 就裁定單保金三百萬 各位這個是將近25年前的案件 你可以想一下25年前一個勞工薪水多少 而法院說可以啊 你可以回去啊 請監交三百萬方法院 這種完全不管勞工的特殊性 只救一般財產權訴訟 甚至誇大一般財產權訴訟的程序規則 是我們台灣其實退路的問題 當然未來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因為我想我不要講太多了 差不多了 那你要選擇留下一些空白 那這個空白未來要怎麼去舔平他 那有很多選擇 例如要不要勞動法院 獨立審判程序 獨立的法院 或是制定特別的程序 或是徵修民事訴訟法 也是一條路 或是維持現有勞工法庭 但是徹底檢討內部軟性的制度 然後要不要建立小額的或特定類型的 但最不要去法院 直接單方申請重財 那制度目前勞動部準備好了 勞動部已經規劃好這個東西了 就是說以後如果涉及小額或特定類型 他說特定類型有爭論 早期我們認為特定類型應該只是職業災案 或是外景勞工爭議 那現在勞動部有一些可能不同的想法 但比較沒有就是小額 小額 可是法務部還是有意見 法務部認為重財應該來自於勞資雙方合意 一方申請放置勞工 就交付重財等於剝奪固主的訴訟權保障 所以這個問題我只能夠跟大家說這整規劃好了 可是還是有一些疑慮 那當然可以考量納入一些程序規則 是讓我們剛剛談到蠻多的 那這些其實都還是未來系的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如果待會朋友有興趣 我們就在一起討論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的鼓風 如果你們從白鮮縣剛剛說的故事 跟家長剛剛所說的一些實證的一些數字 你們這兩件很大的 有沒有問題 台灣到底有沒有問題 問題很大 比如說剛剛講的 到底統一法律見解的角色到底 這樣聽者應該在哪個層次的法官要做的 最高嗎 因為下面的見解可能不一樣 對不對 對到底有沒有適用期 適用期規範在哪裡 其實適用期 因為勞心法規定 三個月以上就有遇到嘛 對不對 所以通常是以三個月為宜 對不對 但是沒有法律明定呢 但是統一的見解到底是哪個層次的法官要做的 那就是我們來講的 下午講說 台灣的法官法院不是金智堂 他是一個演討實的 那他在做同樣的事情 那他在做同樣的事情 那現在的案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你到最高 你應該是做一個最嚴格的法律審 結果你每天聽證怎麼收到 被發回根審 結果呢 結果犧牲的是老公的權益 那其實很多的案例 我有舉一個例子 那案例跟嘉德老師有關 因為他的書院 是嘉德老師把他寫的 書院的那個書 他有個聽障的勞工 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九年 相當不是 因為聽障的勞工 他在人事部門做一些文書 你那是假的 到底沒有什麼事情 而且這家公司曾經 他的國務生曾經發布 供應產卷 就來一下你就知道了 然後呢 然後怎樣 突然間把他調到 又一家接電話的部門 要接電話 那三個月後 以勞金法第十一到第五款 老公借無法設的工作 一一解固 你覺得有沒有構成歧視 我也認為有 我就幫他 打了這個調查 到台北市政府 去申請這個 就業歧視評議文會的那個評議 他就評議 等一年 行政救急等一年 調查的結果 構成歧視 但是 但是怎樣 因為這個歧視是第三代的歧視 所以呢 募以裁罰 那各位罰了 因為就業福法第五條 要嘛你就罰三十萬 要嘛就是三十萬以上 一百五十萬以下 對不對 結果你不罰 我就請教老師 幫他寫書院 後來罰了 罰了 結果這個 一般上都是這樣子 公司都會同時申請書院 也同時怎麼樣 進行訴訟 訴訟法院的法官說 也沒有經過調查 就做成的案件說 啊 有沒有帶出歧視 公司有沒有補助理 其實帶出歧視 有 帶出歧視跟常人一樣 所以勞工辦訴 也不是勞工辦訴 就是所謂的地方政府 財法的那個單位辦訴 啊 啊 辦訴也不起訴 也不上訴 所以就這樣子 案子就結了 那 那 每一件都是好像聽起來都很悲慘 但是 但是 那怎麼改呢 那怎麼做呢 剛剛教老師提了 這樣的一個 Picture 包括說 剛剛 白智姐提到的 特別的保護方案件 訴訟的 這樣留法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那接下來 就聽聽大家吧 聽大家的意見 那看 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 要提問的 我就開放出來 好 好 好 我這邊很想請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這個 這件事實在 不是說 那個八年的這個 後來被解雇了 快八年的時間 都在等這個官司 那 這段期間是怎麼樣過生活 我 我還蠻想知道 這裡 來 問到重點 電灘 我行事 只要在討論 來 另外一位 等一下 後面 你好 問題 後來就聊了很多 先要整理 好 第一個是那個 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現在那個 一些那個 就是一些那個 相關勞動的一個 這個審判程序的改革 遇到一個很大的主例是 那個 就是法 那個基層法官他們 很在意勞 勞動不均這個問題 那我這邊想就是說 這是不是要 可能要透過幾個機制 能夠去改善 第一個是當然要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要 想要做 制度想要 想要去改善制度的這個人 他必須要跟 這些基層法官 有一些 良好的溝通 那第二個就是說 要做好一些田野調查 那第三個是 那個可能就是 就是說 我是覺得說 可能 台灣一年所面臨到 訴訟案件的一個 分類統計真的要做好 我們才有辦法就是說 很明確地去分配說 我們到底 各的法官在專業的人 在這種各種專業上面 要怎樣去分配人力 那因為這只是我自己的建議 所以說這不一定要回答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想問一下就是 我們之前 之前一直吵得很吵 吵很多的 就是一例一休還是二例 這真的是台灣就是 目前勞動爭議所遇到的 比較大的問題嗎 因為我一直 我一直很confused說 到底我們是在於說 到底我們是在於說 我們最大的問題到底是在於說 譬如說勞動檢查的 不夠落實 還是說那個就是 法院對於就是 勞動的 勞動者的一個判決 不是很友善 那像是譬如說勞動檢查不落實 因為之前曾經 幾年前曾經過某一個銀行 滿大的 跟台北市 滿要好的 算不講得了 那那個 他那個就是 他曾經就是有那個 有員工去舉 去舉那個舉報說欠加班費 結果照理說勞動檢查 好像應該是要去抽查幾十位員工 以保護那位當事人 結果去檢查那一個人 擺明就是告訴那個資方說 就是他來檢舉的 那我想台灣問題到底是在於說 一利一休二利 還是在於這種 這種就是說 那個 還是說台灣的政府在幫忙 踹勞工一腳這樣子 那第三個就是說 就是剛剛有提到 剛剛主持人在最後有提到說 就是幫這樣一位聽眾 幫幫一位那個 那個聽障者去打官司嘛 那這個因為我在想說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就是 因為台北市就是 自從兩年多前 換了一個市長之後 並且換了一個勞動局長之後 當然好像大家都蠻叫好說 他是一個勞檢最確實的 全台灣最確實的一個城市 但是因為我看一看就是說 其實根據就 就整個平均的那個勞檢的 就是說確定有 那個確定有瑕疵的數量 和罰的那個金額來比 其實每個縣市都差不多 一件都盡量罰兩萬啊 那每個反正就是 每個都是 每個老闆都是被這樣 一檢查到有問題 就只中罰兩萬這樣子 那台北真的有做好嗎 那如果說台北其實也只是 也只是跟那個其他縣市不一樣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的勞檢就是 只敢就是對那個 對脂肪都只有這樣子 輕輕的去放一下下而已 那最後就是 剛剛有提到 剛剛那個 老師有提到說 我們的喜愛 這個台灣的其實法官就是 好像有一點就是 會看輿論 或是看政治的一個風向 就是說遇到一些很戲劇性的案件的時候 他就突然 變得不是很敢去 做一個就是很 很critical的一個判決 那到底我們台灣就是 在什麼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 去保障 我覺得法官他也有他的壓力 那我們到底要怎樣去保障說 我們的法官真的完全不會被行政 或是什麼奇怪的黑手去介入 那目前有沒有那個方向 那以上我大概幾個問題 好 先兩個人問啦 待會再 再來一個 好 那 佳和要先回答 主席嗎 主席 訴訟期間那個八年多 那因為我們不是只有我們一個案子 我們是被揮發解僱 三個公衛幹部 就我們公衛來講 一個理事長 兩個常務理事 那時候我擔任理事長 另外兩個常務理事 被揮發解僱 剛剛主席那個 有一點提到 公衛會所被拆掉 我們被停止代扣會位 大概一般 我們公衛會所被拆掉 大概全世界大概也 我是沒有聽過 因為我們會所在公司裡面 就把我們那個 那個裝網給拆掉 那你就 那個東西就在 就在大庭廣眾之下 你被迫了一定要搬出去 那停止代扣會位 你就沒有公衛也沒有 沒有會會經濟的來源 那常務理事 解雇兩個 理事長解雇一個 那所以另外那兩個常務理事 因為假期的關係 他當然要去兼裁 那因為我們的法 我們的法律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如果你判決決定以後 你在外面如果被他查到說 你有賺錢 那個錢還要扣起來 比如說你薪水五萬 你在外面打工是三萬 雇主只要賠你兩萬就好 那如果超過你五五萬 你打工在外面另外工作六萬 那就不用陪你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知道這個規定 所以他們去打工 就打那個沒有扣小名單 那也不能去投保 因為投保 你投勞保就有所得 你打工有扣小名單也有所得 這樣他就查不到 因為他們兩個要去打工 所以公衛還是要有人在工作 所以我都是沒有去外面工作 所以經濟來源就是靠機序 就前面八年裡面前面大概四五年都是靠機序 那你機序用完了以後 就是會員會監管 然後就靠那個監管 一年大概二十萬左右吧 監管二十萬 然後就靠一年二十萬來支撐一下 但是這個中間個人的經濟還是比較可以課 但是你這個工會沒有會會的來源這個很麻煩 我們那時候會員是一萬個人 遍布全台灣各地 十幾個廠期 我有時候光處理一個勞住案件 跑到基隆去 來回就一天了 桃園也一樣 隨便處理一個案件 那時候我剛剛講 沒有手機也沒有什麼BBCode的時代 我的辦公室 我的會務人員因為也沒有經濟來研究 所以就把唯一的會務人員給先之前掉 所以就在辦公室 因為我有時候要外出處理事情 辦公室就領一個電話 電話就用打錄機 我每次回來那個打錄機 那個錄音帶都爆滿 那錄音帶又沒有幾次就壞掉了 每次人家回來又聽 哇又一大堆事情 然後又要處理 可能要處理一萬個肺炎的問題 然後我們的勞治真意又特別多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經濟問題是勉強可以克服 但是在那段時間 你一個人要處理那麼重的會務 實在是最辛苦 最辛苦到是在處理會務 那打官司 其實我的經驗是第一審比較麻煩 第一審 那第一審你打完了 第二審就是在那邊 就有了資料在那邊翻來覆去的 所以 你花的時間 這拖得很長 但是你要花在訴訟當中的時間 就不是那麼多 那第三審就十審大海 你也不曉得他在做什麼 所以 整個訴訟如果你有耐心的話 第一審比較麻煩 那其他的就 絕大多數的時間 如果我不是工衛幹部 我就純然打官司的話 那有小的開的話 那你都外面有兼職的話 那就做以代弊 那個新台幣的幣 你就坐著等 然後以後打完官司 那錢就回來給你 對不對 像他們又有去打工 得這就兩分薪水 他打工一分薪水 他贏了又薪水又還他 還要加利息 所以其實我是 最主要就是看個人 看個人 你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事情 那其實我剛剛有人有提到 因為我擔任兩任理事長 不能連任的 另外一個常務理事也是打官司 他又繼任理事長 不是繼任 他就換他擔任理事長 結果 也還是爭議中的時候 後來 他 脂肪腦中風 他也腦中風 後來脂肪腦中風三次就過世了 理事長腦中風兩次也過世了 所以我們的董事長林鼎生 現在95年過世 他後來第一次中風 他受不了 結果就說 我們是不是來和解 中間我們的勞勢正義抗爭很多 大概是發揮精神最多的 所以你問我經濟來源的話 我學經濟來源很勉強可以支撐 但是那中間的處女公衛的會晤 還有那個要跟志望抗爭 讓他受不了 主動跟我們來談和解 這個發揮的心力反而是比較大 另外剛剛提到那個勞動檢查 我跟大家說 這個勞動檢查 以比較大的公司來講 他是這樣子 其實罰錢對他當然沒有什麼賀主力 但是他後面就一大堆訴願行政訴訟 他都會一直跑 然後他一直跑的過程 那個行政官員就受不了了 他有時候你一行政訴訟他就停 他就罰一次而已 我們現在可以聯繫罰 就是按期聯繫罰 但是他也不會他就停掉 你問他說你罰一次資方要不改善 他說不改善不改善也沒辦法 他現在在訴願 現在在行政訴訟我單結果出來再處理 所以資方其實就是借著他的資歷 尤其是比較稍微大的公司都是這樣 所以行政基本不太想處理那個大公司的 因為你小公司你罰到兩萬塊他就趕快改善了 對不對 一個小公司的兩萬塊就很多 可是你那兩萬再加三萬五萬八萬 他根本就不管你 大公司根本就不動如山 因為他牽涉的勞工太多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提到訴訟也是這樣子 資方為什麼 其實他很多案件他都知道會輸 但是他的律師也知道 但是他就是拖 把時間拖得越久越好 所以為什麼我說資方對這個勞工訴訟 輸也是贏 他贏當然贏 他輸也是贏 大家有什麼 他為什麼他輸也是贏 因為我剛剛講 30個 像30個非華解僱的時候 一個敢去告他 那29個不是贏 後來那兩個都贏了 我們幫他協助他的每一個場一個 另外一個場一個 兩個都贏 多餘又怎樣 其他29個是資方沒有去告的資方贏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心態 他的心態就是 他就是藉著這種 這種 比如說你勞動檢查 他就訴訟 然後行政制度 搞得像一大堆 對他來講 其他人就會怕 其他人想 這個也沒什麼結果 資方也不怕 行政機關也會搜索 對大公司也是一樣 所以這整個制度 對 我剛剛為什麼提到 為什麼 像德國 日本 他們勞動的一個審判的過程 為什麼要有勞資雙方 食物經驗的人參與 就是因為這個勞動的一個領域裡面 你在這裡面的經驗 那個上課也不一定上得到 上課 你說怎麼上怎麼上 也不一定親身會體驗那個東西 所以我經常像我在不斷拿路行為裁解 我們送了15件 我想以個案來講 我名列前馬 我在前面幾年 我就送了15件 我們每一件 我都擔任代理人 對不對 我看了一些裁解委員 該調查不調查不調查一直在調查 對不對 就覺得我一看就知道 他們這個沒有工會經驗 沒有師傅經驗 沒有辦法 我們的裁解委員會組成就是這樣 該調查不調 他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不管是訴訟也好 法官因為沒有食物經驗 所以 像德國參審制 他就搭配 所以這個也是提升裁判品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這個也是提升裁判品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剛剛檢查 像你問我 我就檢查 我就知道 智陽根本不怕 對不對 啊或者是說 他給你檢查一件 他有什麼關係 幾十件都不敢去要求檢查 我們很快就聯想到這個問題 那你沒有 食物經驗 你聽了才知道 聽了也不一定很清楚 可是我們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智陽處理太多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公費跟公司要求調薪 你說調薪個五百塊一千塊 我們想說 這哪有什麼困難 對不對 再加五百一千 這麼少 那智陽跟你的觀念不一樣 我一萬個 我每月就 一千就多一千萬了 你想的是一個人的一千塊 他想的是一萬個人的一千萬 對吧 所以你怎麼說的吧 後來我慢慢的 逐漸才了解他們的心態 這就是 他們看的角度 跟我們看的角度不一樣 這就是 在勞動實務上 剛剛佳佳老師一直講 這個勞動關係的審判 或者處理 這個跟一般的民事案件 把兩兆當作平等的 就是絕對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資光是藉於非常強勢有力的地位 我再簡單的說明 好 剛剛這位朋友 大概比較多是分享自己的意見 其實比較沒有特別是提問題 我覺得講的都蠻好的 那我只能夠說 勞工的權利能不能得到確保 或一個保護勞工的法律會不會被遵守 其實它牽涉到很多複雜的因素 它其實是一個 如果 就其他國家值得我們學習跟仿效的話 它大概是一個五角關係 勞工個人 這個企業 勞工的團結組織 工會 行政機關 分法院 它是個五角關係 這五角關係缺一不可 所以 並不是說 法官因為判得不夠精準 所以才讓我們今天勞工淪落之後這樣 這個恐怕太過為難法院了 因為事實上 一年才不到2500件去法院 當然這幾年 因為法律組織經營會的關係 這個案件數有稍微變多 變到5000件 那它只一環 同樣道理 勞解也是 美國人有句話說 The law of the law 法律的長輩升不到 勞解能力再多 都可能依賴勞解來落實勞解力 更加我們台灣公務門 台灣的中央的地方 財政都相當糟糕 勞解能力本來就少了 那你剛說的台北 台北是這樣做得不錯 可是很多縣市人力非常小 那台灣除了五都以外 我說五都我沒有說六都 因為有一都 並沒有把勞解下放給他 所以我仍然說五都 台灣除了五都以外 主要部分的縣市 仍然是由中央主導的勞解體系 而它是用太粗外能更少 所以各位 台灣台南中保護不是一國兩制 而是一國很多次 台北跟例如台南 江義高雄花蓮截然不同 所以答案是這五角都要負起責任 而台灣大概有125萬家企業 被經濟部所統計 大概有在持續營運的 大概是65到70萬家 70萬家裡面有93%是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中有60%是5人以下微型企業 各位 我們今天的勞工權力為什麼那麼糟糕 跟這些我剛講都有觀點 都有觀點 勞工經常碰到委屈 前提是如果他懂自己權力是什麼的話 台灣的勞工經常選的事 那我歡迎講好了 我離開好了 部署就是如果他懂法律的話 坚挺 如果那麼小的經濟規模 他對勞動法律有充分找到的話 他不遵守總會得到好處 我們談了很多了 對不對 所以這五角關係 又因為資訊的落差 權力意識的薄弱 公會團結組織的稀少 跟沒有發揮結構上承接的力量 這幾個因素都讓我們討論勞工法令 在公裂國家中特別令人遺憾 所以我想每個團結都讓我們厲害 其實剛剛有問到一個問題 就我有問到2013一個新聞 就前陣子就是說 台北市老公檢查的那個行政訴訟的 辦梳理很高的對不對 好像資方大概有四層是翻案的 那中央的部分好像是比較高 生素率 然後動物生素率比較高一點 那這牽承到很多勞動檢查理解制度的問題 好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不起我可以補充的認證 因為剛剛這補充有稍微點到 他也有一點說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勞動檢查標準穩不穩定 統統一、精不精準 這有點很麻煩 我在剛勞動部數量文的過程中 很多地方政府採法的被勞動部撤銷 撤銷卡在經常出現的原因 各位可以想見 最常被撤銷是哪一種事情 各位其實應該可以查得到 最常被撤銷的是加班 加班 然後勞檢認證是加班 雇主沒有給加班費或違反規定 那加班是被撤銷最多的 為什麼 因為勞工刷卡下班 不代表他刷卡錢都在工作 這是兩回事情 可是我們勞檢經常輕忽這個差別 不去做必要的指證 很抱歉 實行也許是勞工正當下班 但只要勞檢沒有在 例如法律施用或事實認定 精準到一個程度 在法律上就沒有辦法支持裁法決定 所以有連談的是一個 其實要去面對的問題 請千萬別誤會 不是我們要輕放固定 很多人會說 反而就是政府走資 政府只會偏袒資方 有沒有我不知道 但至少在我接觸過的很多個案 總是不足以支撐 這個行政主份 這個很可惜 如果真的是違法的話 但很可惜 所以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要去面對 好 就補充 然後第二個 我們再允許兩個問題 然後我們去補充 這邊 然後 這邊 然後 好 三個再一個補充 就簡單的 好 大家好 我這裡剛好有很多問題 一個問題是主要想要問 白正縣大陪 一個問題是想要問 架格老師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於 在正縣大陪 是有參與過很多個訴訟的案件 那在討論訴訟的時候 通常會討論到 舉證所在 敗訴之所在 然後正縣大陪也有提到說 在很多時候 都是由勞工去舉證 去不積極的舉證責任 但是 其實在有很多案件的時候 我們是有很多證據篇載的時候 我們是應該要 法官應該要秉持著民俗法上 有關舉證責任轉換的制度 轉換給公司 為什麼在很多實務案件的時候 還是由勞工舉證呢 然後再來問題是 正縣大陪有沒有遇過很難舉證的例子 就是很想知道正縣大陪有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家長老師剛剛有說到說 小兒的勞工的訴訟 可能可以經由仲裁的制度加以解決 加以快速解決 可是就我所知 就是我國的仲裁制度 其實如果跟香港 或是新加坡比較起來的話 其實還有很大的落差 講一個很簡單的落差就是 在國外很流行的 ad hoc arbitration 就是台灣犯緊急仲裁 可是可能名次犯也不是很正確的 其實仲裁就是說 他可以在隨時隨地的 不管任何地方都可以提起仲裁 可是比如說飯店裡面的 某一個小房間 但是如果是以我國現行的仲裁制度的話 好像只能去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裡面 行使仲裁這個刑事上的案子 所以感覺起來仲裁的制度 會有點法院化的感覺 那這樣子是不是 其實有沒有仲裁 是不是又是一個 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呢 然後再來就是有關於我國就是 法官界呢 或是其他就仲裁界 是不是真的有對 勞工這方面的仲裁 有這樣的專業 好像也是需要再一番的討論 所以以上就是這兩個問題 謝謝 好 其實沿著你的問題 arbitration是台灣 處理爭議的一種方法 或文化 這也是一個討論 你好 我想要請教 有這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是剛剛提到 現場提到的是司法機關問題 但是司法機關的 像是見解故意 或是他的代表事實 跟我們的主要的行政機關 就是勞動部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勞動部不會說他不懂勞動 因為他們考進去都要考勞動行政 那像是在前陣子台鐵案子 或是現在加個議論 像是他那個對於一日的認定之類的 還有說就是台鐵明確違法在那邊 然後他們還是都會要個案實力這樣子 就是勞動部在整個立場 他到底是說他是不是非常反動 他還是說他還是很被動 他不會主動去代表 像是代表勞工的狀況 然後去明確一些喊事這樣子之類的 有沒有 是跟這個有一點 但再來是說 我們剛才說是說 希望勞工法院產生 就是說可能會有勞房的代表 執放的代表這樣子 但是像是那個 我們最低工資的審議委員會 也是講說有雙方的代表 但實際上卻好像是完全沒有意思 就是實際上我們可能可能想出很好的制度 但是我們到最後是完全會罵執行 然後變成說那更會變成一個gate的問題 像上次的這個立功資成一支 當成不存實 然後長了之後就大概在一個交樣子 就是他好像沒有一個效果這樣 所以我想說 我們也沒有可能去避免這件事情 還是說我們可能 我們可能上面的法律人或是那個學者想 有時候是一個狀況 但是到最後就沒辦法實行 也沒辦法去避免這狀況之類的 好 這是出問題 然後再一個問題一個補充 來 楠楠哥 各位啊 我接著台灣這個勞工法令 這個整個制度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他的這個法規是不完美的 我覺得他的法規的這個運用 應該強化在這個稅制 就是說整個就業的安定性 那個稅制 就雇主違反那個勞動法條 用抽中稅 還有一個就是說 對勞工的保護就是說保險跟稅制 就是讓這個勞工的地位不平等 在整個勞動品質上 就是說他的爭利不一定要上法 那上法院那個 你要得到一致性的財道品質 那是很困難的 就是說透過稅制跟保險 讓整個勞動品質 在台灣整個工作品質上可以大大的提升 我們應該從這兩方面來示範 謝謝 來補充一下 好 那因為剛剛老師有說到 勞檢其實有個大問題 在於說那個舉證要怎麼舉 要怎麼舉 像加班位這個問題 那的確啦 那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說那個有勞工在去對行政單位 就是提出他想要申請勞檢的話 那我認為其實 其實勞檢單位 我不知道有沒有審議 應該可以試乎去跟那個勞 跟那個就是檢卷老公問他說 那有什麼比較更確切的一個 這個就是去 以前你告訴我怎麼樣去搜證 然後更確切的證明說 你那些企業的確是在加班 然後然後呢 而不是你在做其他有沒有的事情 因為像我自己這個人 因為我公司伏地還蠻好 我自己蠻自製啦 我其實常那個下班時間之後 我去在用公司的見證房幹嘛的 那我這個 我蠻自製的 我這時候不會連講蠻遠 但是有時候這個東西我覺得 其實以銀行員來講 他最容易找出證據的就是 資訊的軌跡 因為其實銀行員你在整天 你在做什麼事情 你都全部都要用電腦來處理 用資訊來處理 所以都很容易留下資訊的一個軌跡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補充 好謝謝 好 好那我們就去 好 好 這樣就先好了 唸 好 那 這麼愛氣的問題的話 因為我們要問到仲裁 你所說的其他國家的情況 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樣 我只能夠說 第一 此仲裁非比仲裁 很多國家的仲裁 共同仲裁不一樣 例如中華人民共同仲裁 共同仲裁不一樣 中華人民共同仲裁 你所要向一方申請強制條件 所以 所以 公同仲裁是多益的 是多益的 這個要先深入這一點 所以不同國家有類似 例如中間增典型仲裁 那個有點像我們所謂的 調解過程中 雙方不爭執事項 要看有沒有適用實質證據法則 先讓我們法律用人說 未來法律的訴訟中不得真實 目前的台灣最像是 智慧產生案件審理法 有類似的設計 所以 好 這個就先回答 然後就跟其他國家比較 因為其他國家我也未必那麼清楚 我只會說 仲裁在整個法律體制中 我們最大的障礙是 仲裁剝奪當事人訴訟權頭上 因為要取代法院 沒有救濟 因為仲裁的結論是 不得聲明不符 只有類似在整個樓才能夠撤銷仲裁判斷 所以各國在二次大戰後 都極力不要雙方合議以外的仲裁 不能一方申請做仲裁 或政府覺得有必要就辭全交付 這裡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舉說 法務部原則上不贊成勞動部的規劃 勞工的規劃是 勞工不用黨官失了 一次申請 兩個月就解決 像確定判決一樣 所以它是個兩難 兩難 所以只能從最小範圍 例如小額開始 那至於其他國家也提到的 香港新加坡 新加坡我比較了解 香港我比較不那麼熟悉 他們的仲裁可能有不同的考慮 因為我也不懂 我就也要多評論這一點 但是就我們台灣來講 重點不是 例如只有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在做 重點不是這個問題 我們也有行政仲裁 我也是仲裁人 好不好 白老公也是仲裁人 我們很多人都是仲裁 但我們從沒有仲裁過 我們從沒有仲裁過 這位整個體制上 我們程度 就不往那個地方的門 那麼輕易打開 重點會在這裡 然後呢 前面這位朋友問到的 你問到第一個問題是說 勞動部的解釋要負取責任 是的 勞動部有些解釋 至少就我們法律系的老師看來有點奇怪 但我必須這麼說 大部分的勞動部的解釋 沒有太大不對 大部分 勞動部目前的統計 關於勞基法的 還是勞基法叫什麼法 我印象中應該是勞基法 目前的解釋有八百則 八百則解釋 我會說 絕大部分有講跟沒講一樣 就是把法律附中一遍 少部分呢 忠實的呈現法律 但講不完整 少部分確實講錯了 就我的觀點確實講錯了 所以答案是是 勞動部確實對於 台灣的實際勞工生活 有很大的影響 根據我的經驗 絕大部分的企業 絕大部分的勞工 不會知道 法院對這個問題要看法 但都知道 勞動部說了什麼 換言之 勞動部說的話 大概是 國內左右勞資雙方 權利益是最重要的 但為什麼也是NO呢 因為我國法院 經常不理會勞動部的解釋 非常多的案子 我只舉個例子好了 勞基法實行息則第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說 年終獎金不施工資 廢物一項第一款 然後經考試息息的 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年終獎金不施工資 法院根本完全不理他 絕大部分案件 法院都看 年終獎金不施工資 所以我的意思會說 如果以勞動部的錯誤解釋 而來說 這個法官也被簽列了 其實未必 法官在很多案子裡面 完全不理行政機關 而就法律的角度 法院這樣做是正確的 是對的 我不是說結論 我是說他不理行政機關 就這一點 是對的 也許法院自己弄錯了 結論容錯了 但他不理行政機關 這也是對的 就權力分裂的角度 他不應該理會行政機關的解釋 年終獎金 我們如果要設計奧工法院的話 會不會有像現在的奧彥執行委員會 有問題 截然不同 你說的是企業內的某種機制 它某種機制設計勞資的共同組成 對點性是勞資會 對點性是這樣 為什麼難以期待 或是企業內的申訴制度 或是職工學行委員會 很多類似的組織 或是退休金監督委員會 都是這樣 都是勞資組成 為什麼很難期待他 很簡單 因為勞方代表都是資方 勞動器對上的勞方 你要怎麼去期待他呢 所以不必把它看得太嚴重 企業內的機制 他要有一個勞方的支撐 支撐絕對不是個人去對抗 而是他要的團結所支 例如工會 所以台灣我剛說過 125萬分之 65萬分之 980 目前台灣有1880加企業公會 你就可以知道 沒有辦法期待他 既然不期待他 那就應該期待我們說的企業外 企業外 例如行政經官或法院 所以法院如果實施 剛剛來到跟我說的參審 這樣的參審是個多義詞 我剛剛說的參審是一個 未來如果模仿德國 德國主要是學習 然後過了時代的法國 藍銀河西岸 被藍銀河東岸的日耳曼尼所接受 就是從歐洲行會傳統來 所有勞資紛爭 應該由勞資窗戶自己解決 就叫做勞資自下的認真解決 如果實際上那種模式都會不太一樣 那一種會跟企業內截然不同 那種我道不相樂壞 我會談那個 丘銀河市訴訟的 愛 即正之所在 愛之所在 他就看了什麼 剛剛提到我們這些家老子 老公企業 或者我們叫部份官司 存在的時候 這是很大的因素 就是說 我剛才講證 那如果部主要申請證 而且都會聽到 你看我們現在法業很好 比如說我申請證 法業一定會發通知單給證人說 什麼時候開庭 他一發通知單的時候 資方營也同時知道 他就去找這個證人 說你他去做證的時候要怎麼講 那如果他是不用關係存在 他當然是聽資方的 對不對 那像我剛才講的 那老公頂多 頂多就是說 他不記得 不清楚 那你說不記得不清楚 這有什麼證明明 老公找的證人 我現在先講證人來講 對不對 資方一定他跟他講好 你要做證對他怎麼不利 哪裡做不好 什麼做不好 因為他會找業高級的主管 那業聽話 因為他薪水越高 業聽話 我就講證人的部分 這個就不能以一般的勞動 一般的民事訴訟來看 那你說證據的部分 比如說書面的部分 那資方說他不勝任工作 那不勝工作當然就是他要幾證 工作紀錄 剛才他拿我的考核表說我五十七分 考核表都在那邊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考核表 所以拿出來就是五十七分 結果還好偷改的被我們拿到 因為我們的考核表是用鉛筆寫的 因為我們設計單位 那時候沒有電腦 都是用徒手畫 我們都習慣用鉛筆 所以他考核用鉛筆寫 結果他擦起來以後 再圖改會有痕跡 所以那個法官就拿著 對著那個電燈 因為那個眼鏡 我們叫他一定要拿眼鏡出來 就對著像這樣對著電燈 就圖改圖改 所以也被抓包了 加上他我剛剛講的證據 那你說好啊 考核表他可以圖改 那我們工作一般 一般像我們工作有書面紀錄 書面紀錄他裡面一般主管 會有時候會蓋個章 寫什麼東西 那個紀錄也在那邊 像我們都有一個叫做工作週報 那我事先那時候就覺得 他好像要對我不利 我就把工作週報都影印起來 先事先影印起來 但是你影印了 老實說他原本在那邊 對不對 他比如說要蓋個章 然後他事後再加個工 你哪裡做不好哪裡做不好 要改善啊 我已經警告你好幾次了 對不對 這個也是他的證據 那工作紀錄在那邊 那事實上我是很小心 因為我想說 這個是工作紀錄 我馬上他要解雇 我收到那個之前通知 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工作紀錄 工作紀錄在有主管那邊 結果找不到 被他藏起來了 後來是因為我平常就是太熱心了 同事跟我都很好 剛好我講的 他們那 他們那 土改烤雞的那個紀錄 也是同事檢給我的 另外還有一個同事跟我講說 我說 欸 工作紀錄不是要主管 看完就要發回給我們 我偶爾就沒有發回來 我就想奇怪怎麼沒有發回來 你把你藏起來了 我們一個同事就跟我講 藏在後面那個鐵櫃 好 我就去鐵櫃看 哇 收起來了 結果藏在那個建築的後面 那我也看得到 但是你也知道 那個鐵櫃的鑰匙 隨便 找另外的 因為鐵櫃我們 很多的鑰匙都可以共通 哇 我就講問同事幾十顆的鑰匙 我說你都要收拾就好 每一支就幾十顆 我一支去鑰匙 我把它打開 就是有時候會共通 因為那個鑰匙不是很精密 叫我打開 唱一件中華表 那個工作紀錄我就拿去 然後他們到法院 就說 工作紀錄不是做得很好 法院說工作紀錄在哪裡 不見了 我說在我這邊 不見了 所以你 但是像我們是很小心的 對不對 我們是覺得 這個證據很重要 那你想想看就是說 類似這樣的情形 你剛剛佳老師有提到那個 你所有的證據幾乎都在施放那邊 對不對 你的考核 你的工作紀錄 你的證人 也都一定 他講話 你像 你像我們最近打這個官司到最高法院一樣 就是會員被主管要求退會 他還在公司上班 然後你申請他去作證 說你為什麼簽退會 洪議書 為什麼簽 你說他怎麼講 他難道會講說主管叫我簽了嗎 他不會這樣講嗎 他就說 就有人說要退會我就跟著簽了 頂多是這樣講 或者有人說 我認為公衛都沒有做什麼事 他就簽了 事實是這樣 當然是主管站在他旁邊 你不簽他不走 後來我們就知道 這個案件 你要找證人非常難 只是我們在不當麻農行為裁解 剛好找到一個 因為他已經退休了 不是退休了 離職了 而且離職也不一定反作證人 大家以為像我們這個有 離職的最好 一般員工你離職了 因為你專業在這間公司 你離職的工作 很可能跟這個家公司有關係 或者他也可能怕說 他現在的工作單位 以為說他這個人 都對資貌不利做作證 一般人也不願意 剛剛我們請的那個離職員工 是因為他本來在做這個 賣產品的 就是現在大農 你看到大農3C展示後的賣產品 後來他跟這個行業完全無關 一般這種人到外面 他就自己開經銷店 賣大農產品 還有關係啊 他也不敢作證 但是這一個 剛好就開一個小吃夜 他做小吃的 我們就請他作證 然後我說 你這個停業的 他作證就停業一天的損失 工會來處理 他才作證說 是因為主管叫他簽 退回聲明書 而且站在他旁邊 他不簽他不走 主管就在站在那邊 而且跟他講好幾個人都簽了 你看看 簡單就說你看你的主管 因為他的基層主管 叫他簽他不簽 他就找上題主管 你看他誰也簽了 誰也簽了 他就作證這樣 所以那個不當毛細 才對我們就贏了 所以以我們來講 我們就了解說 你要勞工要找這種證人 是這麼樣的困難 即使離職了 他都不一定願意作證 所以這個明示訴訟的時候 幾陣子所在 敗字數字所在 把兩兆當成平等的對方 這個在勞動訴訟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但是你說這個實務經驗 為什麼會有一些作用 就是說比如說 剛剛家長是舉那個 加班的例子 如果我是勞動檢察員 那你五點下班 你打卡八點 我接著就會 問那個當事人說 你這段時間在做什麼 對不對 那就記錄 調查記錄就寫下去 你就簽名了 那你過了好幾天後 你再跑來 比如說他這個 這個儲問被撤銷了 那你再發回調查 他再去問你說 你這段時間在做什麼 這個事情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調查 以為我們調查一下 第一時間 而且非常快速 這也是我們不當勞行 裁決委員會的問題 他自己把自己當作 當作地方行政法院 當作行政訴訟的第一省 這很糟糕 他也是當作說 他是法院 然後你兩兆 然後你兩兆 是平等的 你們就這樣擠政來擠政去 其實不是 你像美國的制度 你一記申訴 就是好像類似刑事案件 台灣的地檢署 他就排個人 馬上到你工廠裡面 去第一手去調查 因為你資汪還沒有準備 對不對 他就第一手調查 調查清楚了 該起訴 他才送到裁決委員會去 台灣不是這樣 台灣就當作兩兆平等 這樣問來問去 所以這個裁決委員會 是因為資汪違法很明顯 他還能夠發揮一點作用 不然實在說 我就看這個裁決委員會實在是 是 我有十五件親身代理的經驗 我敢這樣講 對不對 那裁決委員會都有十五經驗 問的都問一些外國娃娃 該問的問一大堆 對不對 譬如說 一個勞工給我調子 他認為不適合 他問說 你知道哪裡有適合 問這個勞工 你被調子這裡不適合 你知不知道哪裡有適合你的 我媽有這個問題 那他問說 資汪如果認為他有適合的 就有適合 認為他不適合的就不適合 你問他 這就問 是不是 我們是個大公司 我們是個小公司 有沒有適合資汪最小的 你問他勞工 勞工來找找 那有適合 那有適合 那有適合資汪 問你條件不適合 對不對 你又問就是要問到當時 所以這都 跟 人家說 這實在是 是 是 美國的財政制度都不適合 跟日本也不適合 日本的財政委會 日本的財政委會 他就說 這事情是怎樣 你知道嗎 不是 剛剛講那個老姊姊姊 是不是加班 絕大部分都是 我跟你說 你如果 你如果要去健身 要去刷 你都會刷髮後再去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他也怕主管說 欸 你如果要刷髮 你這段時間 他應該是要給他 平衡的加班位 對不對 所以他趕快就刷髮 然後就 我刷髮 我好煩惱喔 我去哪裡去哪裡去 你不可以逛喔 這是勞工的心態 所以他會刷五點下班 刷八點的 這就大有問題 你知道嗎 不然老公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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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說 有的不的 那私人的事情 怎麼回來了 會有 所以你第一時間 你就是把他問清楚嘛 那你第二時間 再去問他 啊 慘了 再問他 就死死死死了 所以 很多的 的勞動訴訟 或者勞資正義 勞動檢查 為什麼都 被 被撤銷的比例 會有一點高 這個勞動檢查也 可能是經驗的不夠 所以你剛剛認為 我這個跟你講說 真的勞動訴訟 是不能以一般的民事訴訟 把兩兆當作 對等的地位來訴訟 像現在不當勞行裁券 這樣訴訟 我這認為都不對的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很簡單補充就好了 這個問題 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我必須替法院說一句話 法官並沒有 大部分情況都叫勞動取證 事實上沒有 法院會利用情況證據 事實證據 或勞工為簡單的市民 解釋的市民 就讓雇主取證 事實上法院並沒有 都叫勞工取證 大部分都叫雇主取證 所以問題是 雇主有太多空間 可以去提出證據 對雇主一點都不困難 我自己一個例子 台北市中山國中 有一位消耀委員老師被解釁 當時叫雇主解釁他的時候 證據二十頁 二三十頁 到了行政法院變兩千五百頁 你就可以想像 要證據很簡單 每天給你一百頁 第二個層次是這樣的 重點不佔第一個 重點是第二個層次 我要告訴各位 以我的觀察幾乎沒有案件 是勞工取證壓倒雇主 於是勞工贏的 雇主證據壓倒勞工證據 所以雇主贏的 不是 絕大部分的情況都是 雇主跟勞工的取證 同時陳列在法官面前 沒有一個東西是黑的 否決白的 不是 而是同時運列 各位在一起 顧官是最明顯 同時運列這些情況 重點在哪裡 重點我們學院上說 重點在法官的秤重 你到底覺得哪個秤的比較重呢 這個是比較專業的問題 所以我才說法官的專業的問題 就在這裡 好 我們謝謝兩位的分享 其實 說一下勞動訴訟的這個事情 或者說勞動施法的事情 講三天三夜 都講過完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太多牧師 像我個人十幾年前 處理一個一個 防治正義 也是一樣 可是那個更有趣 因為有時候被解僱了 然後最終會被解僱 是什麼 好 那就 沒有聽到我 好 那你就 就用很淺淡的差事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護理師 然後從 在護理方面 現在大家都講醫療學校 然後一直到 從主公會到現在公會的組成 那其實我有很多很多心得啦 因為那時候才少少兩個人到主層切工會 其實那裡路裡還是不容易 那今天看到這個議題說寡貴的施法 其實我在整個聽完的那個過程中 我覺得好像 好像 華大哥對勞工很沒有信心 就是說 其實就是 覺得 要看雇主合法或不合法 或是金額的大小 再來決定效果不高 因為這個我會覺得 好像聽完這個勞工很沒有希望 但是我覺得 其實 在現在這個勞資關係的狀況下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其實很多勞工他會沒有那個信心去打官司 或去調整或訴訟 其實很大關係是因為他沒有後盾 或是他不知道資源 或是不知道怎麼樣保存證據 對 那其實如果你有證據或是有一些東西的話 你去告說像剛剛講的加班費 那最近醫院也在打加班費的議題嘛 那過程其實就是鼻子摸過就被開拔 那沒講什麼 是因為其實就是 我們都有教工會的人怎麼樣保存證據 那怎麼樣看一些辯克 或是一些那個勞工法一些判決 或是加班費判決 然後去跟他做一些 反正就是一些拉扯的沒得這樣 那其實結果都是好的 那勞工沒有退出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可能有工會這個後盾去支撐他 而不是跟他說 欸你這個可能會輸喔 或是你這個可能重罰2萬而已 然後抵消他的信心啊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不是因為他執罰2萬 所以就不去檢舉他 應該鼓勵他說 就算執罰2萬好了 一個人去檢舉一次 那之後再檢舉的人就會更多 那一個企業的違法 在這麼多勞工團結之下 他一定會改善啊 不管是我評說欸我就是 只罰2萬不怕 因為我記得現在的勞檢應該就是 會再按比例開罰吧 就不是說一次只有2萬啊 因為就像聯誼好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樣 但是他就是罰到最後那個時候 我們是一次檢舉好幾家嘛 那總共罰起來大概是80萬啊 所以其實也不少 所以其實應該說就是 鼓勵勞工去找一些團體組織 或是甚至公會 然後去找到他可以去尋求的一些 辦法來打 怎麼講 就是跟這些不公平的那個資方抗爭啊 我覺得這個是 我以為在這一場會聽到 因為我剛剛聽到感覺很絕望啊 就是不可能贏啊 打官司又要花錢啊 然後又要看他的不合法 那有時候打完之後結果還會被資方打折 因為我認為資方違法的東西 怎麼還可以讓他打折 我覺得這是勞工一定要 探位自己權利的地方 就是說我今天交換費跟你 你先用100萬交換費 你就先用100萬 不用讓你打折的空間這樣 然後我想要來講 就是分享可以了 所以我想接下來 請大家也關注一下我們的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裡面有關勞工的這一塊 今天其實這些訊息都是作為大家未來 不管是在哪一個位置上面 都可以來一起努力 來改善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今天非常感謝兩位 兩位的參與一個 有分享 阿娃阿蕎的一個位置 兩位置的一個位置 兩位置的一個位置 一個位置的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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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台灣文正線 還有台灣健康體驗集合集會 有辦理 如果說大家有信心的 可以到那個臉書粉絲頁 按一個讚 那你就可以收到一些信息 那當然這家咖啡廳 他就要做到有事成功的咖啡 那你再提供 OK好 來 他剛剛提到書的公會一座 因為我是在一個充滿正義的公會 公會擔任女士長司長 後來我又擔任她的司長司長 所以你講的情況 我可以了解 就是說 但是我們的差異點只是在說 那要不要把你處理的過程 跟勞工說清楚 我只是這樣子而已 你說清楚有人就退卻了 但是你不能跟他說 因為你不能跟他說 等一下他說 你就一直鼓勵我去做什麼 可是這個後果是我來承擔的 有時候會這樣 比如說你說勞檢就好 我們勞檢 你說你被罰80萬 我們去勞檢全台灣的 你們現在在馬路上看到的 那個大棟3C展售中心 那就是賣3C產品 大棟那是排第3類 第一個燦芙 第二全國電子 第三就是大棟 他在全台灣200多個店 我們透過全台灣各地的勞檢 就是北中南還有五都的勞檢 通通去勞檢 結果勞檢出來被罰了獎金一百萬 但是資王怎麼做呢 他就從他們獎金扣一百萬下 他們有業務獎金嘛 比如說他的業務獎金 這個單位 比如說台北市 他被罰了10萬 他就從台北市這些員工的業務獎金 扣10萬下 然後他就跟員工講 你們還要叫工位去檢查 那你說工位是不是要考慮這種情況 那你來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跟他講 老姐我可能會靠給你的獎金 對不對 他如果說沒關係啊沒關係 我們就去救了 我們在怕什麼 但是你如果想說 怎麼還要靠到我的檢查 沒有要有其他方法 我們就跟他討論這些 我只是說因為站在我們是一個 有比較多經驗的一個工位 我們必須把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可能告訴他 你像我剛剛講的 他1萬塊我們就鼓勵他 工位為了花1萬塊打官司 我們花了差不多七八萬 鼓勵這個員工去打官司 他只有一萬塊的勞資爭議 我們就鼓勵他 所以工位不會說沒有信心 工位是有信心 而且如果資源可以的話 我們盡量協助 這個還算幸運 像你我也覺得很幸運 有你們成立工位來幫助他 但是有的勞工 你不把這個事情的後果告訴他 那麼他們的反彈也很厲害 像我們這樣前台灣老九 後來他們都反彈 反彈我們在解釋老半天 他說這個資貌不應該扣你的業務獎金 但是他就是扣了 你接下去要怎麼辦 那個業務獎金本來就是浮動的 這很麻煩你知道嗎 很麻煩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 你去檢舉他把你調動工作 把你調單位 比如說你在新竹 不會不會太清楚 講出來淡水就 就把你調到新店 然後說捷運很快 一個小時就到了 對不對 有沒有違法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讓他 情況告訴他 讓他覺得說 有可能這樣的情形 那他也願意說 說跟工位一起來承擔的話 我們才願意做 不然的話 這樣聽起來就被資方威脅了 所以工位成立的要職務 你要怎麼幫助這個勞工 對 因為考基獎金這本來就是資方的財囊權 他有辦法威脅說 你今天去勞檢 我考基給你打X 可是這種東西就是工位 你可能後續要去支撐這個 老公的力量 就是說 你如果後續被不當主任 或怎麼樣 那現在都有工會的法 所以就是說 這後續的保障 跟你陪他 因為我們遇到這些 各樣工務理事 反戰出來 到最後都直接說 我就是工會成員 那其實會有什麼下場 之前的擔心跟害怕 之後 其實在老闆知道 你不去檢舉 是工會成員 之後其實這都是心理自己的恐懼 就是說 你之後要回人家嗎 就像我們有些哥 一次要回我又十萬 你今天說你同期要扣我 你等過什麼 差那兩三萬 我覺得其實 這比例上是 會跟他講 就是你會得到 扣我就是你又十幾萬 然後 那你給他扣兩萬的獎金 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如果 你如果 被他威脅說一百萬 我就從你那扣 那你就扣完 幫助自己刺 我過得多 你如果不讓他扣 你也不能說 違法 你去檢舉他 我這樣 請問你 你那個醫院是公立的還是 台北市聯合醫院 不是公立的 當然 對啊 所以公立的醫院 跟民營企業的 對待員工的方式 很大的不同 沒有 我們不爭執這個 不爭執這個 你因為公立醫院 必定比較手法一點 比較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公營企業跟民營企業 是天堂之北 公營事業公衛 跟一個自主性的民營企業 也是天堂之北 自主性的民營企業 我跟你講 在台灣沒有幾家 大部分都投資和諧的公衛 因為他很容易就融絡你 你也很容易就接受 那我們就 我們有經驗的人來看說 這個被融絡有沒有被融絡 我們很容易判斷 所以你因為我一聽我就判斷 大概你這個是屬於公營企業 那民營企業必須考慮更多的原因 是資貌的採養錢很大 那很大的情況下 你沒有徵求他的同意獲得 讓他有心理準備 你就去做了 哇 那這個後果很嚴重 我們為了我剛剛講那個老簡 我們就要去解釋 還好現在有Email 還有什麼Line 做這麼多年來 經常幫助團大 可如何保住他的會員 因為他每次往前衝 就有會員指責他 指責領導接觸 你幫我幫忙你幾次 保住會員 而且我再講講個 就要有複數公衛 就是一個公司裡面 他還可以成立廠長公衛 事業單位公衛 關係企業公衛 你拿一個公衛自主 他就成立一個複數公衛 來跟你競爭 叫大家退出你的公衛 參加那個公衛 所以你這個民營企業的 種種困難度 跟公衛自主 才是真的講 我沒辦法 沒辦法說說跟你講說 事實是差很多 但是我真的 你們公衛事業 其實真的 這樣子一個進行 我覺得很欣慰 就是說 就是說進行的會比較順利 大家願意承擔那個責任 是很好的事情 我為你鼓掌 明營企業的辛苦 的確也是非常辛苦 我覺得護理公衛 真的是要 問題很多 台股會成立有關 明營跟公衛 就這個有點奇怪 因為 好 是的 因為譬如說 台灣有一家 有頭有臉的意願 如果我抱怨說 打完卡 又還有我去上班 你問他要不要鑽錢 你說 打卡 因為打算的 兩個字就是 對 所以我們就一起努力的 來把 台灣的 類似這樣護理的這種 崩潰主席 因為是很重要的 好 好 謝謝 謝謝